今天这期节目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一对80后年轻的小夫妻 而他们打电话来求助我们栏目组呢 竟然是因为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情 吃葡萄 为什么吃葡萄会引起家庭大战呢 首先我们请到家里的儿媳妇来做第一陈述 有请 你好 你好 小时儿媳 30岁四川人 性格直爽快人快语 最近也是和我先生 然后发生家里面一些不太愉快的事 你觉着你先生还想跟你把日子过下去吗 我不太清楚 你觉得你还想把日子过下去吗 我心里面也没底 你没结婚多少年了 八年了 如果今天调节不好的话 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选择离婚吗 有可能吧 在这个家庭中这八年你过得幸福吗 反正算是比较苦吧 日子过的 你觉得你很受苦 对 你觉得在这个家中你受尊重吗 算是有吧 那有尊重有爱 为什么日子过不下去呢 那我平静一下我心里面好难受 当然可以 坐在这里慢慢说好吗 来掌声有请 80号 对 你已经是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 对 其实算是结婚挺早的 在我们那边算是晚婚了 晚婚 对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吗 我们家那个公公跟我们报的名 是我打的电话报名的 那你知道你公公为什么给我们节目打电话吗 也是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吧 这个事情听上去都有点可笑对吗 对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去引起家庭大战 会觉得有一点不明白对吗 对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实在就像你们干事在求决 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 我先生那天我下班的时候是九点半的时候嘛 然后他去那个公交车站去接我了 接我回家的时候 然后碰到 刚好碰到我们邻居的一个老乡 他说那个 你怎么最近长这么胖啊 那个 说你啊 收我们家先生 我就在后面说他 我是那个 一人吃饱 我全家不饿我呗 我说 可能那个时候觉得在朋友面前特丢面子 他经常说这话 我可能天天我不老惊 后来回家就在家里面吃饭 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桌子上面不是有那个水果吗 然后我就拿了一粒葡萄 然后在嘴里吃 然后我说那个葡萄有点酸 我先生就说 他说那我藏一粒吧 然后我先生说不酸 后来他爸又说藏了一粒 他说不酸啊 他说怎么会酸的呢 我就说他们那个 我说你们说话都站在一条线上 任何事情只要我们一说话 他肯定心里面就犯嘀咕 就感觉老师针对他似的 说我说不吭声 然后就是说也没人当你当哑巴 然后呢 你这么个人说是跟你公公 对 然后可能说我公公也特别生气 你跟你公公说你不说 那没人把你当哑巴 对 刚才是我铁本身去 他的嘴太虚了 后来我家先生然后就说 那个 他说那个你闭嘴 他说那个你别甭说了 那天晚上他外公也在嘛 就刚到那天晚上 本来那天晚上我都外面就很生气 然后回家我就 就也是也是有一肚子虎 然后就外面生什么气啊 就是说他在外面吃的那么好 然后就是说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 从来不回家吃饭 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面特憋屈 然后我也很生气 就是你觉得他长胖了 都是外面吃的好 对啊 然后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都那么瘦嘛 然后是给家里面 怎么在家里面辛苦那么付出 这事情是 我经常是在外面吃饭 然后后来他那个爸 都在那边嚷嚷 还有他妈都嚷了几句 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就后来 上前打了我一巴掌 不是没办法 这种情况下 必须得控制 你现在嚷嚷了 对 然后嚷完以后他们也嚷了 就这个中间的话 可能都不是特别好听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说脏话了吗 没说脏话 不同意他的说法 外公来了 我说谈谈你这几年 然后在北京发展怎么样 我说日子过得怎么好不好 这样子说他 然后我说也就是接他短 他就不脱了论意 然后后来就在 他就上前给我一巴掌 每次不是他就先抓他 你还手了吗 还了 他打我我肯定得还 然后我就还了 然后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给我那个 把我按在地板上 用脚踢我 来帮我们推一下先生话筒 小伙子你好 你好 那个吃葡萄那天晚上 你是动手了对吧 对 你挺厉害的呀 还打老婆 我是没办法了 当着两倍老的那面 也就是说当时你这个媳妇 她是比较过分的 是吗 对 是很大声的吗 很大声 她说没有骂脏话对吧 骂脏话了 当时连我妈都一块骂了 是 是吗 就是也就是属于口头肠吧 反正我也不得记得太清楚 那真的你公公婆不拉架呀 没有 她爸还说放口说 就是说那个打 把他们两个打在那里 然后她儿子就就过来打 你知道吗 再说的话 我一个女的 我怎么会打得过男的呢 绝对没有 不可能 我也踢得好 因为她现在还能伤得你 你觉得公公是支持儿子打你的 对以前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矛盾 都是她 我们家先生以前的时候 说从来不打人的 也不骂人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他爸经常这样子 就是说指使他嘛 我没管 对不是说指使他 打口呢 是爸爸指使儿子打你 对 要如果爸爸不指使 他不敢打 他就是说 没有他就是说放口的话 可能是不会发生矛盾的 怎么说出了 我现在跟他说 反正等他说说完 那我才说呗 把我打在那个砖上面划 划到我脸上都是血 然后后来我就跑出去了 出去去那个马路外边 然后就是我后来跟我妈打电话了 几点了你给你妈打电话 你回家的时候就九点了 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快一点了嘛 我们就在外面 就在家里面打完架的时候 就出去的时候就一点 你妈爸爸在外地对吗 对 我们父母亲都在那个福州那边 心里面都哭太多了 没地方去说 你跟你妈妈哭了吧 对 我在外面哭得撕心裂肺的 我就感觉那刀子一刀一刀的 往气里面扎 腾你知道 给搅一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 你这样子没找你吗 他是打过一次电话的 我走的时候 我们出去找了 整个一个夜都在路边 没有办法情况下 我后来就跟一个朋友打电话了 然后说 你就在那个给你找个地儿 然后住吧 那夜谈从上会不会不断地流眼泪啊 会 关键是你给妈妈爸爸打电话 打那么长时间 这父母远在千里之外 多为你操心呀得 我没地方去诉苦 因为我八年了都是我一个人在北京 从来就是说 没有跟父母就是说 待在一块儿 妈妈听得好心疼姑娘吧 以前就是说 我妈都觉得就是说 打架过日子嘛 就是说不看一看二 因为毕竟有个六岁的孩子在身边 看到孩子的份上 回家好好过日子嘛 听妈妈这样的说 有的时候就回去了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回去的话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 承认错误的地方 或者说给你道歉什么东西 都没有 小时夜里的哭诉 让父母十分心疼 她的委屈 父母感同身受 就在小时向我们讲述着 自己遭遇的同时 小时的父母也连夜 从外地赶到了北京 专门跑过来了 我看那眼睛里面都含着热泪 是啊 我有一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都是晚上很晚的 都是差不多一点了 有人跟我打电话 跟我讲 她说 她说我那个女婿嘛 她就打她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就是为赐福她 她们现在在现场就已经在控制 咱们赶紧进去好不好 看看她们说什么好吗 好吧 走吧 好啊 而此时 现场的小时以及公婆一家 却全然不知亲家的到来 在那个结婚的时候 我以前之前我过来 先生那个认识的时候 我觉得我婆婆挺好的 然后我都把她当妈一样的 就是相互称谓嘛 那个时候印象还是挺好的 后来孩子送完之后 然后也就是家庭的种种矛盾就过来了 然后以前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婆婆比亲妈还好 才答应了这场婚姻嘛 也就是说婆婆在你心里由亲妈变成了一个不喜欢的人 对 你觉得这几年里你在她们家辛苦吗 挺辛苦的 她一点都不辛苦 她就是她老公也不关事 因为我老公从来就没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都是我一手在外面 然后跟我们家公公在外面就是找钱 这样子来养活家里面 也就是说你跟你公公在外面找钱就赚钱 对 这里边你的 你觉得你的功劳大吗 功劳算大吧 我感觉是每次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就是不是我们家是做装修活的嘛 平常就是说有小区的时候 我就是跟家里面找小区家里面我爸会谈活嘛 我就觉得我就是老公太年轻 然后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份就是说经济上的资助 然后我就想站在他爸的那个平台上面往上面走一个台阶 你知道吧 想日子过得好一点 家里面生活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生活水平嘛 她很想把那个家里搞得很好一样 谈成过业务吗 谈成过就是我去就是我每次都是让我爸去跟他们谈谈活 就是我找到小区的比方说小区拉钥匙的时候 我爸就去跟人家谈活 比如说你前面的这个探路是很重要的 对对 小区接下来的时候我公公就然后就会在小区里面就做可能会做死的家伙了什么东西的 然后我就会去打理这个工地呀 工人需要的那些沙子水泥呀什么那个工具乱七八糟的就是在那工地上都会好 对 那你老公呢 他不太喜欢这个行业 怎么怎么说出了起来的有钱呢 我两个女生心像一个小孩一样 关键是你做了这么多你公公给你提成了多少钱呀 你这属于业务员啊 没有工资 就是那个时候 从来没有过吗 没有 没有工资 你这八年都没有过工资吗 没有 一分钱都没有吗 一分钱就是说就是他会就是平常都说他就是说没钱的时候他会问你 他说你需不需要钱来给你几百块钱去买衣服啊什么之类的 你估计一年能给你多少钱 没多少钱就是那几个月装修的时候他会问你有没有钱花 然后他会给你让你给你几百块钱 但是我都不好一丝身手跟他拿去 那你买衣服谁给你钱呀 就是每一次打完工地的事以后 都是我去外面再去找找灵活 然后就会就是找那个再去跑业务赚赚自己的零花钱 哦也就零花钱你要从别的地儿赚 对 那你给你公公这属于是白打工啊 是算是白打工吧 因为我就是想就是一家 你会不会从你的心里边认为很不平衡 我在给你们家干活 结果干完活之后一分钱工钱都拿不上 反正都习以为常习惯了嘛 然后我这人比较坚强 然后有的时候就去外面自己赚 就与次形成家里面这样的一个环境吧 来帮我们推一下先生话筒 你媳妇说现在爸爸的生意他经常会跑打钱站这没错吧 嗯没错对有的事 没错吧 然后说爸爸妈妈从来没给过的工资这也没错吧 近两年没给过之前他在我们一块干的时候给 是吗 是吗 没给 那北太平庄桥怎么没给啊 给七千多个钱 给过吗 那一次的话我想那次好像是给了吧 那个时候也是跟他要的好像因为是 八年就给过这一次 对对对 是这样吗这位公公 不对 你八年中你大概给过他几次就是两千以上的钱 两千以上的应该给过两次 两千以上的两次 嗯 那就是两千以下的我就不问了 两千以下也给过一两次 一两次 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就是他做了这个工作 如果你从外面招一个人的话 大概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工资啊 他不是那个道理 他是那个什么 他是平时没事干 他就跟我们那个赚 他有事干的话他自己出去 他不是说长期跟我们一起跑装修业务 他不是跟人家跑 他是想把这里上几天 那里上几天没有固定点 家里面所有吃馆吃馆住 也就是说人情世故 小孩上学乱七八生小孩 所有的开支全是我们开支 零八年的时候我回老家 我现在乘在山里面 实际上是一万八千块钱 总共是两万块钱的话 他们就花光了 还说没有花过的钱 他说有了过分 他都不知道也是 你问他自己 他这两万块钱也是交给他儿子手里面的 这两万块钱也是他儿子在打理这些钱 我根本就是说花了他的钱 我也不知道他儿子把这钱花在哪了 你在这个家里面会不会觉得好没有地位啊 以前到时候没觉得 就是一个心在往那个上边使 就是觉得一家人嘛 然后多赚点钱为这个家好 反正他也没多的孩子 就一个 都是一心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好的方面想 现在呢 现在觉得付出这么多 觉得太伤心了已经 你觉得付出很多对吗 对 八年前你嫁过来的时候 他们条件没有现在好对吗 那个时候我嫁给他们家的时候 是就是农村的那个瓦片 那种破旧的瓦片 我反正我到他们家里面来的时候 反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跟你是有很大关系的吧 对 不同意他的说法 我有人跟他结婚前两年都没买房子啊 都是后来我有两年以后 他家里就买了一套房子 也就是说这八年中 你其实做了不少活 对 没拿到钱 但是家里面整体是赚钱了 对 买房子了吗 买了就是后来就是那一年挣到钱了嘛 挣的那个差不多挣上钱 后来就是到我们镇上 买了一个买了一套那个 三居的嘛 然后就是够住 然后后来买了一个店铺 15万块钱买了这两套房子 就买了这个 那这套房子 你觉得跟你有关系吗 有 我就是 就像刚才他说的 给我那个有七千块钱的工资 那个时候我确实是跟他要过那个钱 就是不给 要的时候他给的 后来就是那七千块钱 我又说家里面买那个镇上的那五万块钱的房子 那个抬个店铺 我后来把那个钱给我的那钱 然后后来又成了一个总共有八千块钱 我就把这个钱拿回去 东拼西凑吧 也用在那房子上面了 相当于我兜里面是没有一分钱的 也就是说给你七千 你又还回去八千 对对对 然后也是家里面钱不够 那这房子写的谁的名字呀 房子都是我们那个公仆的 都叫我的名字 现在也就是说你们在老家有两套房子对吧 对对对 那第二套房子你见过吗 没见过 那个是2010年买的 我中间就没有回家嘛 一直在北京 在哪儿你都不知道对吗 对 反正只知道好像是在现场 都是他爸一个人在打理这一块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家庭里面 很多事跟你好像没什么大关系 但是你很委屈 你觉得这八年中 你辛辛苦苦的给这个家里奉献 劳作 最后呢 人家有房子了跟你没关系 对对吧 然后买东西了赚钱了跟你没关系 吃个葡萄 你说酸他们还非得说甜 所以这日子没法过了 对 胡说八道 看他们是什么想法 什么看法在那边 我觉得像这样的女孩子 在一个小城市当中 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儿媳妇的料 你看他刚才说 我的先生可能撑不起这个家 所以我得去帮着我的公公来揽活 就是想让这个家里多挣点钱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家庭建设 对吧 想让家里早点奔向小康生活 还有一点就是 我不好意思 他们给我钱我总是坚强的 说我不要 但是我到外面自己去挣零花钱 那这对于一个很多家庭的儿媳妇来说 是很难有的很少有的举动 是有你个性里面要强的一面 但我更多的理解为你是在为这个家庭做奉献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没有跟家里取得很好的沟通 没有得到父母的理解 他们现在相反就会认为 你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实看了这个姑娘我就发现 她可能说在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 她会觉得自己是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 比如说女孩子要是跟公公婆婆 跟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亲友住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很注重这个家庭当中的关系 就是说谁跟我是一伙的 谁在背后是支撑我的 可能很多的这个作为妻子就觉得说 如果说我的先生是站在我这边的 如果我跟公公婆婆发生了一些冲突的时候 她能够站在我这边哄哄我 或者说替我讲讲话 那我心里还会觉得说这个苦吃的是挺值的 然后我在家里再辛苦再累 再奉献再付出都没关系 但是她在家里恰恰没有找到这样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我在跟公公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老公站在她父母那边 然后我在家里干活挣不到钱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还觉得说这是应该的 这是咱家的生意 所以这个女孩子她其实到这儿 我倒觉得她是来寻找一种公平感的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家里付出了 你们得肯定我 然后这种感觉其实是发自内心的 她觉得那种冤枉和委屈的一个源头 苏琴老师的话一定让这个姑娘感同身受 你觉得你是一个厉害的儿媳妇吗 我觉得反正在别人的眼里 我觉得他们觉得认为我特别厉害 但是我觉得我 在谁眼里认为你特别厉害 人生对你脾气是不是 你肯定是厉害的儿媳妇 你不用回答了 我听你回答 她居然敢跟她公公说 少说一句... 其实这样的对话 基本上就可以确立你在他们家 说话是相当有地位的 你别以为你自己说话没地位 因为在某种阶段 你的家人对你的能力是非常认可的 尽管他们刚才有点不承认说 她就是闲得没事干跟着就 你当初如果不是跟她大张旗鼓的出去 先谈下来后面上去 我们有的时候谈件事也 长个漂亮的能干的人先去谈 她可能有的时候容易沟通 对不对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第一印象好 所以说你在他们家肯定厉害 你也不用不承认 只有承认你厉害 他们才得承认你原先 因为你厉害所以才有作用 否则的话你就是闲得没事干 跟人家后头玩 你看到时候钱都提你要不回来 往往是这种有能力的人呢 他是有一种把握 或者控制的这种想法 或者是潜在的一种意识 而有了能力的人呢 他愿意别人呢 去听他的这种建议或者意见 甚至说是指挥 那当别人无法去适应他的时候呢 他就感到了一种不舒服 在他跟他老公这个过程 交往的过程中啊 可能他呢略占上风 而公公和婆婆的交往过程中呢 可能公公赚钱更多 所以呢 他现在跟公公呢 就是两强相遇勇者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心中积怨 肯定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 我不一定否定你比较厉害 但我觉得你的厉害是有原因的 你的厉害肯定是因为你老公太不厉害 太当不起家 您得往前冲 所以虽然接你 我觉得还是那个没上场的 你的老公问题太大 你这个能干 我不知道你老公是否认可 来推一下话筒 先生你好 你好 你觉得你媳妇能干吗 挺能干的 挺能干的 你认可 对 你跟你老婆谁能干 在家里边 家里边肯定是他能干 他能干 对于赚钱这件事 谁赚的多 应该是我 你父母认同 你这个媳妇很能干吗 这点能干肯定挺认同的 但是刚才爸爸的话语中说 什么什么 他没事干的时候 他跟着我 听这个话的意思是 爸爸觉得 其实有这么个人和没这么个人 差别不大 不是我爸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的话就好比说是我们家就是说他来以后才好起来的 我爸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这样 是这样吗 不对 他们家以前的时候都是卖蔬菜为生 后来是也是那个时候我们是经过媒所 然后认识我们家先生的嘛 媒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 他们家在北京 然后不错 以后的话可能不会在农村生活 可能都会在那个乡站或者说城市里面 然后就说 所以你也是奔着人家的好生活来的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吧也是当时的时候是我们家婆婆和我家先生回家去的 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吧也是觉得是演员 然后一个是缘分吧 家缘分 然后在里边 觉得这人好像第一印象觉得不错 然后也是当时也是听介绍的 然后说双方然后他这边条件啊什么自身的 然后又是学的那个学过武术嘛 然后以后也能那个帮助那个女人这边的那个保护 然后也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学过武术可以保护你 对对对 你每天能遇到多少危险啊 那时候还是有的时候也是说那个他也是司机嘛 然后就是会开车 将来哪怕是开个出租车也能养活一家的啊 我当时也是觉得特踏实特现实 我觉得也那个感觉还行嘛 后边这更重要特现实更重要 对对 后来他因为会武术保护过你没有 我就感觉他用的一点作用都没有起 一点作用没用上 最后主要是用在你身上了 对 打你的 哈哈哈 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你练武术的呀 之前练过 哦 你跟你媳妇下手的时候没有什么多大的功力吧 绝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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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你是第一次跟他动手吗 之前有过 毕得分上呢才才动手的 平时肯定不会动手 也就是说你娶了一个你认为的厉害老婆 没错 总体上来讲你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帕耳朵的人吗 嗯 这这这这不是 不是 那就是你不怕耳朵 笑 谁在笑 公公在笑 哎呀 公公在笑 这个叔叔 您 这怕耳朵就是怕老婆的意思对吗 对 您怕吗 基本上呢 我跟你说那个话只能这样说才对 以前的那个什么 现在那个社会那个流程就这样 社会流程 如果谁挣的钱多呀 谁说话就算数 所以他流的都是呢 不可能 哦 你们家里 也就是说你们家里赚的钱多 嗯 所以你老大 那就是说你要是不赚钱 你肯定排多 我们那个编导跟我说 我说他其实挺同情你的 他同情你觉着 你吧 就是一个 厉害的傻姑娘 你觉得他的评价准确吗 非常准确 就是说你其实你看 啥都没拿到 但是呢 你嫁给人家八年 买的房子在哪都不知道 然后啥情况也不了解 钱也没拿着 然后呢 就在关键时刻 嘴可跟得上 这有一句话 一句特法叫 赔钱赚妖火 哈哈 笑 您那先休息一下 我听听你公公婆婆 怎么评价你 你认为她们会怎么评价你 肯定在她们心里面 也是说不好的 在小石的心里 她认为 公婆对她的评价 一定会很不好 那么在两位老人心目中 儿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她们是不是 就像儿媳所说的那样 一直在针对儿媳呢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把小石的公婆 请到了厂上 二位好 好 大家好 赵女士 婆婆 刘先生 公公 公公主动打来电话求助 希望一家人和睦相处 今天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那个主要目的 我们没有为别的 平平那个女儿 究竟看谁错的地方多 谁对的地方多 我们反正是一心要 还是要她活好 不可能非得要日子跟她离婚了 这么看来好像还是你媳妇 说的比你多呀 为什么我说呢 我说就是主要是 就是我们那个家庭的矛盾嘛 主要是为我跟女媳妇引起的 其实以前你们家挺和睦的 儿子没结婚的时候是挺和睦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是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公公的表情 刚才啊 她说 我说你们家其实以前挺和睦的 这公公的表情是所有的 这个五官往下走 为什么呢 就是你觉得不和睦以前耶 不是以前和睦 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觉得她呀为了家人嘛 做事啊办事啊 都是一口心 后来就是什么原因呢 她好像跟她妈妈吵架呀 也在日子身上去除气 对 跟我们一说什么 也在她里面去除气 也在她身上去除气 那你们今天总的来说 还是希望她能悔改 对吧 对 就是那个意思 掌声有请二位 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 所以家里边您是老大 基本上这样差不多 那天吃葡萄那事 您咋还能在现场说 打 使劲打 不是 这样这样 那就是她 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那就是不可能的 她们特会狡辩 她们有人劝 我爸说了一句 我不用管她们打吧 她说葡萄不好吃 很酸很酸的 我说的葡萄根本不酸 她说一不说话 要什么 要鞭式一样 她们说话没人把你打牙 我是这么说的 火气上来以后啊 越说 越来劲 说完的啊 我儿子还是没啃声 没啃声后呢 她还是那个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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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她说我很久很久就要出了火气了 她说呀 对 回来都是实在过分的 我儿子上去删她 我儿子学过武术了 要真的话 死就来删一下 删死了 你今天把我打死了后 你明天就在死了 我说我父母肯定会过来 找你要人的 我说今天死了 我明天也在病人的死 我肯定是不可能狠心打 我只能控制她情绪 她反而就把她鞋头了 就留上去就得打 拿鞋打 打 打 有当年也都没看见 我儿子穿那个 王子的身子没穿衣服 那整个身子里面全是 刷得铁白红的 每次这样的话 她都是她占仙 占优势 她打我肯定得还了呀 一动手她就还走了 十多平米一个小房 又是个桌子 又是银水机 又是那个冰箱 又是个柜子 就没有地儿 她还得打打这个乱七八糟的 我说你别管她 给他们打吧 我没说就把打打死她 我根本没这样想 她说的都是假话 刚才我听的那个女孩子说 那个当时打架的时候 说公公说 就让他们打吧 就是我理解的是 就公公意思说 儿子你打吧 其实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我理解我问题是吧 来推一下儿媳妇的话筒 这位女士您好 您好 呃当时公公的意思是说 别管你们了 是这意思吧 没有 当时那天打架的时候 她那个是放口了 然后她说让他们两个打去 姑娘你听我说 让他们两个打去 和儿子 你使劲打 儿子把他打出去 这可是两个意思啊 是这样啊 对 不光王芳理解错了 连儿媳妇也把这句话 也理解错了 公公这句话 让他们打去 原来的意思就是不管了 儿媳妇也理解成 公公就让儿子打他 对 就让他们打去吧 别管他们 打死一个少一个 我经常小时候 邻居就会听到这种这种话 那意思是我管不了你们 你们想打就去打 可不是说打死他 打他 一定打他 这是两个 两个意思 你认为是哪一种 他就是说他不管 就是说父母亲 他是站在说不管的 那种条件下 说让他们两个年轻人打去 啊 反正说我是打不过他 他肯定的话 他儿子能占上风了 但是刚才你并没有讲说你脱下鞋来 给你老公伤 打的全是红 对对对 他那天的时候 他是伤我一耳光 我是打不过他 他那个还用拳脚 后来我气得没办法的情况下 我就用那手 然后在他那个身上打了两下 后来那个时候他也是用脚来踹我 然后他又上前来伤我一耳光的情况下 我后来才把那个鞋子低起来 然后打了他 也就是说 这个过程就是他打了你很多次 你没有办法才脱了鞋回他 在地上 然后剪了鞋子 然后打了一下 打到他的手上 那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 那句话全是胡说八道的 他说人家打了他多少次 他才气不过他脱鞋的吧 那全是胡说八道的 当时的情况 就打了一次 就是打了一次过后 他就把鞋脱下来了 他打我肯定得还他呀 整个身上的绑子什么都打红了 在这一次的混战中 谁都没占上风 你这个儿媳妇呢 首先他这样对公共说话肯定是不合适的 但你儿子呢 没有一种方式 正确的方式跟他沟通 上来就打也是不合适的 我肯定是不可能狠心的 我只能控制他情绪 这位公共你看在这个儿媳妇的表述中呢 感觉之前您对这儿媳妇还是不错的 而且你们在一起工作 他的确也帮您干了一些活 八年时间呢 不到半年时间跟我们一起干装修活 不到半年 就是说在八年之内只有不到半年 跟你们干装修活 对 刚才儿媳妇给我们的表述 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很久 肯定是超过半年 我起码认为八年中有六年在跟你干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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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最多不超过半年吗 不超过半年 姑娘你刚才在台上讲话 我感觉您应该是干了很久 但是公共说结婚八年 其实您加起来干这个装修的事 或者帮他的忙不到半年 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他说的就是假话 我一从嫁到他们家的时候 八年的时候都在跟他们一起做装修 根本中间就没有间断过 就是那一次 中间跟我们婆婆发生矛盾的时候 他中间回家一次 后来觉得孩子 他们家孩子称不起这个家庭 然后后来又叫我公公出来了 那一年 就他们回家是待了一年再试穿 也就是说你觉得八年中 差不多有至少六年 你是在干这个事的对不对 对 不可能 这你们这差距太大 这无可能 他就什么呀 如果是一个五年一个六年 我还觉得可以理解 您这一个半年一个六年 这差距太大 我跟你说 不是其中经历的搞装修 他根本没有 我就是没有工作 然后一直在跟他们后面做装修 这一块 真是八年呢 肯定是时不时的在一块 不可能是一年到出来 就一天没分开过 经过一看好多年了 谈业务水平一定要高 是不是 你跟客服沟通 要把人家说得心服口服 说得也特别不错 人家得相近 随便拉个人就可以抢活动了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个道理 对 那你觉得业务水平有提高吗 业务水平呢 现在提高 在我眼里的话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对 只能说在外面呢 跟他们其他业务员之间的那种评价 他可能是算老行那种 那也就是说 跟其他业务员相比算不错的 对 那就行了呗 那你想想您的要求也忒高了 不是我的要求 看来 按照你们说的六年当中 他出去帮助你谈判 你认为在你整个的这个生意当中 起到了作用没有 在整个生意当中 没有 没有起到作用 也就是说 就是没有他 其实 完全不对你的这个生意来讲 就一点都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不 就是说您给他那七千块钱 您还认为 您认为是该得的 还是您认为是您照顾他 他才得到的 应该 应该 应该不会给那么多 应该工资还低 只得五千 就是打个比方说得对 他多给两千呢 对啊 我就想到 女子跟女媳妇 问题你不是每个月给啊 不是每个月给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五千的评估 是根据他所付出的劳动量 给的报酬 是这样一个评估的一个 一个标准是吗 对 他只付出了价值五千块钱 这样一个劳动力 对对对 其实公婆还是会按照 儿媳妇所付出的劳动 在经济上 给予他补偿的 只是让两位老人 无法忍受的是 儿媳火爆的脾气 曾经因为言语不合 儿媳妇在饭桌上 向婆婆拍桌 并当众摔碗而去 这件事情 让公婆难以接受 至今无法忘怀 人一吵起来 他桌子上吃饭 把这个网块给摔啪的 就从那开始 我对他特别不满意 把网块给摔了在家里 都在桌子上面 对 往往去啪啪的一下 你觉得他是摔给您那 还是摔给婆婆的 他就是他生气 那种的 他肯定是对准他 对 摔给婆婆的 对肯定是对准他 外面人对他评价怎么样 外面人对他评价 我是个男人 都跟他一块过不下去 就是说同事说 你那个儿媳妇呀 我要是个男人 我都跟他过不下去 对 他说太强势了 说话没准 做事了神叨叨的 他说 他没有哪个人知道 他是哪个省的人 他是一人说湖北的 一人说江苏的 一人说安徽的 他说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是四川的 这位女士你好 同事说你平时在单位 不怎么说你是哪里人 对吗 对 我是这样子就是说过 但是就是我就是 因为也是在外面嘛 我就是身体有的时候吃不香 在外面做业务 因为公司有的时候提供吃住嘛 要住在公司 但是你为什么要隐瞒 你是哪里人呢 就比如说 我会跟别人说 我这次装修 我去王岛家装修 王岛说 我王岛你哪里人 他说我山西人 我也山西人 咱俩老乡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 把你说成另外一个城市的人 能对你的工作起什么样的作用 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是说 那个说我哪里人的话 就是人家都会追追着我问 是哪里人嘛 然后就说以前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同事 他是知道我是哪里人的 我就不愿意去那个说我和我先生家里面之间的一些事 只要不是四川人 说哪都行 对对对 啊 因为和你们关系没出好 他宁愿不是四川人 不是 反正那人家评价他是神里道道的 他说那个什么 我透露自己是哪里的人哪里人 那个什么关系 你比如说那个干活他老是这样说 我家先生在那个房地产上班 我出来跑业务好像丢脸似的 跟人家都直接觉得自己没面子 哎呦他都瞎说的 我曾经当他说了多少次啊 我说我那个人呢就这样 整个足足备备的话 就是说劳动是最光荣的 对啊 你叫我去打烧 车手我都要去 你只要给我钱 就给我开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上哪里都是劳动 是不是 他就是啊 我讨个老公又怎么样 他不给我挣钱 不来养活我 他去那个中介公司上班 每个月的话就几百块钱 在儿媳抱怨儿子收入的同时 公婆也说出了他们对儿媳不满的另一原因 孙子出生至今 一切的费用都是由他们在支付 可儿媳却并不知足 你们的孙子这六年来成长过程中 这儿子和儿媳妇基本没管过 没管 所有的钱都是你们在出 我今天我都把那个什么呢 我孙子用的花销那些钱 基本上那什么东西 医药费呢 打预防针那些呢 还有上学读幼儿班的时候那些啊 那什么单军我都给你们 带来待会儿给你们看看 刚才我们听 感觉这儿媳妇给公公家出了那么多力 怎么不给钱呢 我们会觉得很不贫 那都是在这个 可是他心里想怎么说怎么说的 在婆婆这里看呢 我帮你带着一个孩子 我们知道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 学费 医药费 生病了 什么乱七八糟 好多好多钱 这一对父母一直在出 没有让这小两口花过一分钱 是 反正是我们出的 所以他们认为 我在给你养孩子 你给我干点小活是应该的 是这样吗 我不是要他给我干点小活 他就对我脸上好一点 我都心满意足了 他对你怎么 他就叫我我也心满意足了 他不叫 他不叫 管你叫什么呀 不叫什么都不叫 在婆婆的心里 儿媳不叫她的这件事 让她十分难过 他不明白 好好的一家人 怎么会弄得 好像陌生人一样 他和儿媳之间的矛盾 也在逐步升级 我的孙子 八个多月的时候 在嘴里头 全长了个红泡 叫这个中央 就是我日子 他说就别跟他喂多了 他说喂多了就给吐了 他就非得要把那帮丸 给他灌完 我日子他就不学 他非得要灌 灌完了过后 就吐了 还是把那衣服都湿了 我听他们两个的那个屋里讨 我就过去 过去 过去我说你们有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 管你屁事 就这么跟你说 嗯 他说我过后又跟我日子 又跟我日子 又吵 他一吵就骂我 哎呦他都瞎说的 有的时候早前还带过章子呢 我就答应了 他骂我日子 反正我也在那儿 我就这样说 我说你要嘛 你等我走了 你再看你怎么嘛 我都没事 他又 你说你听他说 又说什么 谁跟你不要脸 这两个说呢 就他说我的 我说谁不要脸 谁不要脸呢 我就不是拿了一个衣架吗 那个衣架顺手呢 就顺手 就打了他一下 我结果没打到呢 他一下过来 就把我推推推倒了 倒到他们那个床上 我起来又去抓他嘛 没抓到就我日子 就中间的就把我们拆开了 他就把我拉到那边的屋里去 那就是第一次 等一下啊 推一下话筒 这位女士您好 您好 呃 刚才婆婆说那些话 都是您说的对吗 不对 我从来就不会说 那样子骂人的 你从来都不会那样骂人吗 你不说 你不说算了 等个日子 问我日子吧 我问他看就说不来的话 你问他呗 反正这么多年了 那些事情过去了 我都不记得 反正我一般人 他妈那么难听的 你对我们没什么感情 没什么好感 肯定你不记得呢 那是因为你们两个太强势了 在中间 就是你们在里面 去那个 去主要的作用 不是我 就买了就走了 那推一下这个丈夫的话筒 小伙子您好 您好 你的媳妇 会这样跟你妈妈说话吗 反正跟我妈吵过几次嘴 中间有过带脏字的时候 有说过我什么 你们两个不要脸的 等等这样的话吗 有 你确认吗 确定 这样的话是肯定说过的 肯定还带妈子说过呢 他是那种挤起来 不管不顾的人吗 没错 他求是谁的 就是说他一挤起来 就基本不是他了 对 六亲不认谁都不认 六亲不认啊 对 他要是上趟要是挤起来 那比如说孩子在跟前 他会说孩子吗 那肯定会说 肯定会的 没有 他说在那里瞎话 说瞎话呢 他说的第一次都没说完 说第一次都没说完 说的太多了 他那这些个字条就走了 那天呢全家人都没睡好觉 就去找找他 找到十二点钟没找着 找到早上是 好像是五点多钟六点钟 他就出来了 我就碰见了 我就上前去 拽住他的时候 去往屋里拉 他找了多长时间 被您给找回来的 头天下午嘛 第二天早上嘛 他们头会狡辩 因为一小时 就肯定可以 把这事越搞越大 您看 你们用词啊 我觉得都比较的 怎么说呢 这词用的都比较重 比如说 儿子说 这儿媳妇犯起魂来 六亲不认 比如说这个 妈妈呢 觉得这儿媳妇说起话来呢 基本上是得什么 说什么 什么话都敢说 嗯 让我们觉得公共坐在那儿 我说你在 你赶紧闭嘴吧 什么什么 你多说一句 能咋地咋地这样的话 一般是不太敢说的 那么也就要看 这个女士 为什么她会有这么多的话敢说 也就是说 肯定是在过程中 你们矛盾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了 对不对 嗯 我觉得不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是什么呀 她总高兴就是总高兴 你只有小时候闹翻了 她就这样 她说的都是假话 有点无力取闹的感觉 你们基本上认为这个儿媳妇不吵架的时候 人还是挺好 还是挺好 还是还是 反正也只能说是基本上可以 也别说挺好的 你看你老公说可以 对她就说个实话 对她是挺可以的 她是那个想法 她就说 对对我不是这样的 对 就那个意思 还有点看人下菜碟 哦 是啊 就是说谁想钱多对谁好 哎 这个婆婆啊 你估计是你老公的钱 要是交给你来管 你们家的钱是你说了算的时候 她还会对你是这个态度吗 钱是说实话 钱她真的钱要不少 反正钱是都是搁我 我搁的屋里的 都是她管的 都是我的管 哦本来就是你管 哦对本来就是我管 所以说这问题就出来了 是 如果本来就是你管钱 人家对你老公更尊重一点 对你更差一点的话 妈妈恐怕 我们就说一说你的问题咯 嗯 那那那那行 你管钱我要是管钱的话 一定得把他们管的流流转咯 这位女士 你为什么从来进家不叫妈 因为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 她都是每次都是板着个脸 不高兴 我就不不不爱叫她 哦 她从头就是这样吗 那那那那一年 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八年两千多天 将近三千天的时间里 从来就没没乐过吗 嗯 有乐过 以前那时候就是跟我们家先生 结婚的时候那两年吧 都一直就是 那两年你叫妈妈吗 叫 那个时候叫妈 她也是把我当鲑鱼这样子 看到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 过的日子过得挺好的 比我自己的父母还好 那你后来在这六年当中 她平时不怎么笑 当她突然笑的时候 你没有抓紧时间叫了一声妈妈 你叫过 没有 没有叫过 是这样吗 不是 叫过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在她爸面前的时候 比如说她有的时候 她叫什么时候叫呢 我都会提起她 说话的时候 没有当到我叫 我明白了 别着急啊 爸 我妈去哪了 你说的是这样的叫法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 爸我妈去哪了 然后你妈正好进来的时候 然后说爸 你帮我去叫一下她 没有 我基本上就是不言语 可以提到 是吧 你为什么不言语呢 因为中间发生矛盾吧 然后觉得心里面有的时候 也是憋气 我说你说矛盾 那跟人家 跟人家 跟人家在天大的矛盾 就几天过后 一段时间过后 还没什么事了 何必是一家人了 因为你们看厉害的孩子 出来就不让他们自己去独立 吵枉口 打完后就是离家出走 要不就是出去几天 在外边待几天 他也不在家吃饭 晚上他回来 就每次离家出走之后 都怎么回来的 是你们接回来的吗 第一次走的是 公公接回来的 对吧 那一次是接回来的 那一次是接回来的 还记得离家出走的时候 还是我们 还要专门外边 请的朋友去 开车去把他接回来的 第一次回来 我还跟他 那天我跟编助都说了 我还跟他 我说回来过后我就把他手拉住 我说我也有不对 我说下次你也改我也改 我还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跟他道歉了的 结果呢 结果不管了没什么 结果不发生矛盾就挺好的 发生矛盾就不好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那个地方不对 我说你跟我说出来 说出来我改 我也改你也改 我们家里就别别 就跟团结一点不行 说话那些和爱一点不行吗 反正就是每次穿完黑脸就穿白脸 他俩脾气都不好 把我家里中间我两头都调解不了 回去您看节目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从您二位上来之后 公公还可以 婆婆这儿我所有问题都是半句话 所以这个婆婆您是一个快人快语的人 基本没听到我在问什么 那我也听到了 听到了 听到了 反正我那个人是怎么的呢 我就在家心甘情愿 再哭再苦再累 我都心甘情愿 只要你对我脸色好一点 叫我一声我就心满意子了 我就这样想的 你是一个特别好哄的婆婆 我就是这种人 就是你这个儿媳妇 平时好的时候 对您怎么样 平时好的时候 反正不叫 反正只是说话呢 还臭乎还行 会给您过个生日买个衣服什么的吗 过个生日的 就是去年吧 去年过生日买了个蛋糕回来 有的时候也还算懂事 对有些时候还是算懂事的 你觉得你儿媳妇对你儿子好吗 那他反正只要跟我们 发生一次矛盾 就在我儿子身上出气 这些年了 我就真坚持不住了 跟他那个产生矛盾的话 反正我儿子就吃亏了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对呀 这句话很重要啊 我们要跟他产生矛盾的话 我儿子就吃亏了 对吧 好 回来就别想 别想今午睡觉 不开门 有一次我人家回来 就揣了门 把里边那个茶销都给 揣断了 就是锁门 他把里边插了 那个茶销插了 就开不开呢 钥匙开不开呢 那这儿媳妇算是脾气很大呀 不是一般的大 还是 反正他是讲他人事很对 你觉得儿媳妇和你媳妇 如果非要在他们两个人的矛盾中 你论个分数的话 你认为100分 你媳妇占多少分 应该他还是占个40分 他占60分 60分 也就是儿媳妇占60分 对对对 那基本上就是50对50了 你觉得你儿子脾气极吗 我儿子脾气不极 我儿子就是根本不怎么说话 人家好多人对他 就是包括我们老家上班的同事 没有一个人对他评价不好的 那怎么他还动手打人呢 那都实在是受不了了呗 太过分了吧 他们特别狡辩 主要是他出口不顺 言语恶劣的这种情况下 还有有些时间呢 他是主动去抓他 就是说很多时候是你儿媳妇先出手 对啊 先抓他 先下手为强 我女子根本不是那种人 跟你说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儿媳妇会不会经常先出手呢 我们掌声有请儿媳妇 基本上不太叫妈妈 以前的时候 之前没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叫 你说回家以后 他基本上是拉着脸的对吗 有的时候差不多是吧 那你呢 你回家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笑脸相迎啊 我看见他不高兴的时候 我心里肯定也不太舒畅 所以你们俩在比谁年长 反正自己心里有事就行了 说了也没用也没意思 他说这就是一个称呼 叫不叫无所谓 他其实对父母来说还是好 买房子这事跟儿媳妇商量了吗 他不知道 他订婚的时候 就说要有房 他才答应就是那个意思 那我们想知道 您认为您的这个房子里 以后现在不是两套吗 这房子里有他的份额吗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说他在我们家来干没干什么 反正少数一点了 反正也好 给我们生了一个孙子 就这样 就来点成绩 他工工婆婆妈要求他再生一空 再生一空嘛 有儿就不愿意生了 不愿意生嘛 你说要是说他辛苦呢 那就是纯是瞎说八道的 说他辛苦 你说怎么辛苦啊 七八年来没给我们做个早饭 在九点钟以前起来的时候都很少 早上我们做好过后 他起来一看呢 想吃呢就在家吃就吃一点 不想吃呢 就算了就不吃 他说这不对 因为为什么不做早饭 他们所有的那个家里面的所有的家里面的事 他们老人都在参与都在管这一块 所有的那个米呀什么那个菜呀燃气灶啊 都在他们那一间屋子里面 他们都一直在那边做早饭 不干 从来不做饭 我们在2009年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十多天 我们他把那一套东西全部够到我们屋里来的 那个早上已经起来做个早饭了吗 我没做个早饭吗 做个早饭了吗 我自己难道不会做吗 那不是不会做 那不是不会做 那大小你自己都懒不睡了我能做吗 不想做 我不想做 那你意思说我父母这么多年 我要是没在你们这个家 我还不能生存下去了是吧 那肯定你能生存 他不是我还自己一罐就罐 他俩脾气都不好 把我家中间我两头都调解不了 那孩子怎么办呢 除开吃来在他身边 其余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爸 我们车子推着出去玩 不是说我不带 是他们就是不想让我带 从小还是跟他没感情 他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 比方说有时候晚上孩子到我这边房间里面玩 玩的时候他爷爷都会把孩子给抱走 抱到他们那边去自个儿管去 根本就不让我 那意思是说的哈 还有意思 那就说那一次吧 那个小孩 冬天的时候 那小孩的床上瓦 那两岁多 那床上瓦在暖气片上面把那头给碰了 碰了那天晚上就把他包出去 包扎好了回来 回来 他从来就没跟你一块睡过 为什么那天晚上一非得要把他包过去睡呢 那小孩又不去 小孩回来 就在被窝里边 就把那被子 就把那头全是一身盖完了 盖完了他一来了 就把那被子一圈 就把小孩往外边转 往外边转 转那小孩的腿还在床上 那头就差点掉地下了 我人子在旁边看着了 我人子就来拉他就来说他 他说他不过去就算了 他一反倒过来就把小孩丢了 就反倒过来又跟我人子 真的就 他还是都 他儿子都不让我去参与他们 就是吐口水 就跟我人子涂口水 那次又发生了 对 涂口水啊 涂我人子的口水 还有多口水 他就说我们 跟他带得不好 看感染了 他非得那天晚上就把他 把他拽过去 都几年没跟他一块睡过 从段来就没跟他一块睡过 为什么不过我睡觉 他是你自己不杀手 不让孩子给我 哎呀 这孩子给你多 给你给你 你给他能带好吗 我带不好你带去呀 是啊 我是带 每天早上睡到中午才起来 那小孩大半天 也就来跟着一块儿熬着 那样那小孩能带好 你们这样的生质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家里边多吗 多 多是吧 对 我其实没有想象过一个儿媳妇 对待婆婆是那样的一种表情 可能背后的观众看不到 就完全是一对仇人在吵架一样 就完全不给对方留余地 但是我其实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心态 因为他是80后嘛 他还有一个80后都有的特点 就是特别逆反 也就是说这样的所谓的逆反就是 你爸对我好 我也加倍的对你好 然后你想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但是你要是对我不好 那我就对你加倍的不好 你想让我干什么我都不干 所以其实他们家庭当中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这个女孩子说我一开始觉得我这婆婆对我像亲妈一样 然后我也愿意对她好 我愿意天天上赶着叫她妈 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婆婆对我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变本加厉的 甚至是比之前更加严重的对她不好 其实这个女孩子每天也是在一种比较的当中度过的 所以这个家庭当中很大的一种矛盾啊 就是彼此之间对于自己的这种保护的这种意识有点太强烈了 导致了互相之间的这种针尖对卖盲的这种感受是越来越的深 就是大家看到这段对话 说实话呢我是觉得老的有点没有老的样子 小的没有小的那种样子 因为我们俗话说哈 他们看不到对方的好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家庭共居的这个八年当中 对方为彼此都还是做了很多的 你比如说儿媳妇应该看到婆婆为你带孩子这么多年很辛苦 对吧 然后她也是一个长辈 说话我们应该尊重她 这是她最基本的一个心理需求 但是作为儿媳妇这边呢 我觉得这个儿媳妇虽然是性格比较倔比较直 但是她还有她优点的一面 比如她很坚韧 她很独立 她很为这个家里着想 我不知道这位姑娘 你有没有注意刚才你上来 有几个不经意的东西让我给抓住了 第一个是刚上来 你自己能够回去看看你那个眼神 我的妈呀 我就感觉她坐在对面的根本不是婆婆 就恨不得你让她躲你远远的才好呢 就那个眼神能透露出那个烦呢 那个不待见呀 其二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她呢 你还有一个不经意的笑 就是当婆婆说起你竟然从自己老公吐口水的时候 公公也说了一句的时候 你自己没差点乐起来 竟然一个当了六岁孩子的妈妈了 在着急的时候 还竟然能像六岁的孩子一样 从自己老公吐口水呢 因为她是她先打人 是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 不管不管 你就说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点想笑啊 我觉得那是口笑 苦笑还是笑 口笑 为什么会这样你想过吗 因为我心里面压力太大了 因为承受的东西太多 实在是承受不加压力 压力在哪里承受了什么 你觉得文的太好了 压力就是因为就是压力 在那个比方说上班的时候 工作也不太稳定 现在市场上也不是这么难做嘛 然后觉得娶个老公嘛 还就是然后就生活 老是不着边 然后觉得感觉心里面没谱 你知道吧 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 我哪个女性 心想有个小孩一样 如果你要是这一床婚姻 维持不下去离了 你准备下一次结婚 准备取个啥样的 我没打算 我后面 就没打算再娶了 就为什么在你们的口气里面 都叫娶呢 你婆婆也娶了一个 但是你婆娶的这个有本事 起码给家赚钱的 对 我是没本事 找不到赚钱的老公 她很想把那个家里 搞得很好一样 我感觉你啊 现在是完全由于你脾气当中的急 还有你性格当中的强 你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来到北京之后发到发现自己的婚姻不是很满意 工作也不很满意的时候 有一点迁怒于人 本来应该是你们夫妻俩的事 或者说你自己工作不顺的事情 你有点迁怒于人 所以就起码的对两个老人之间施了一些理素 无论是你的话还是你的行为 都被你的情绪给控制了 这场上有这么多人 你们觉得谁更厉害一点 我觉得还是儿媳妇 因为她能对长辈这么说话 就是可能在自己以后更厉害 我感觉 你觉得是儿媳妇更厉害一点 您觉得呢 比如说您的儿媳妇会跟您这样说话吗 我没儿媳妇对不起 您的那个女婿会跟您这样说话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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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女婿都是 不敢 请坐 您听上去 刚才那种对话 都厉害肯定是 都厉害 我觉得这里的婆婆有点问题 她太强势了 她老想把这全家都管了 连儿媳妇在里都管了 因为儿媳妇不是她亲生养 就是她没有那学位 所以儿媳妇就觉得 我不服你 只要我不服我就跟你交际 所以她就把矛盾越激化 越越 也就是您认为是婆婆问题多一点 对 她有点太强势了 两口子自己打天下 你把你的业务 允给她一点 让她自己外头奔去 她就知道这钱来的不容易了 这个施老师 您的结论是什么 我真觉得婆婆呀 有一点得理不让人 你却有点什么呀 你却有点没理想搅三风 很多事情今天真的看来 我觉得你是不太赞理的 你是不懂得感恩的 你是不懂得示弱的 你稍微示弱一点 软和劲一点 嘴甜一点 这两个人真不是坏人 你的爸爸妈妈 没准他 对你就能好点 关键是 在刚才的这个整个过程中 无论是吐口水也好 扒下鞋来打也好 都不像一个80后的女孩子 做的事情 你想想 现代文明社会 我们都受过教育的人 这就听上去吧 就觉得有点别扭 你觉着呢 是 是不是 所以肯定你是被气懵了 你才那样做的 对不对 那天是她把我给大家 给我打的那个 推的那鞋子 我是光头脚丫子的 后来我气得她 又过来伤我眼耳光 后来我才捡起鞋子 然后给她打过去 第一动手她就分手了 我先手倒下 我的女人在江湖 我们两个没打过她一次 从小长大 是这样吗 两位老人在旁边看笑 你们说一个实话 有啊 每次的话就是她先动手 打我的 然后我才会去 在她身上打 是她旁边有个刀 她都要拿起刀去砍 她反对性格就这样 我说实话 刀部也在那儿 性格就这样 发生矛盾的时候 都是去指责别人的孩子 指责对方 从来不会说在孩子 自己的孩子身上找毛病 找问题 都是我的父母 比方说有的时候 大家在外边的时候 那些事情 我跟说 那些事情要当斗鱼说吗 你也会跟她自己说 问她 让我们背着 背着鱼跟她说了几个遍呢 非得要当斗鱼说的 我们才是在教你 那每次实现过了 今后 今后 我真给你教你一招 今后 说儿子的话 一定当着儿媳妇说 你说的越多 她心里越舒服 可不能背着她说 知道了 要改 最后你骂儿子 千万不能背着骂 去当他面 一个臭小子 对你老婆不好 他一听就高兴了 你说知道了 你觉得你做得到做不到 肯定做得到 肯定做得到 你儿子现在在那边 我百分之百的能做得到 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你儿子现在就在那边 你能批评你儿子一句 我们听听吗 下次再也别这样了 你再打的话 我就百分之百的 就不认你那个儿子了 我就这样想了 反正我们家的事情 也就 那些矛盾就造成那么多了 下次如果是 再这样的话 我也百分之百的 不认那个儿子了 你意识不改的话 其实从你的心理来讲 就是儿子不管你怎么想 溺爱也好 后者也好 打老婆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 你还是很 很不允许他这样做的 是 肯定不允许 婆婆私下 离教育儿子的做法 并没有得到儿媳妇的认可 相反的 在小时的心里 一直觉得公婆在偏袒丈夫 而更让小时气愤的是 丈夫的收入问题 在她这里一直是个谜 那作为儿子 丈夫 父亲 三重角色的小刘 又是怎么想的呢 掌声我请先生 来做第一陈述 你好 你好 小刘 儿子 29岁 四川人 母亲妻子脾气太过相似 自己夹在中间很难调和 家里的事烦心吗 烦 脱烦 刚才看到 妈妈和你的媳妇在场上吵架 你是什么感觉 心里头难受 你觉得你能 hold得住你这媳妇吗 管不了 你能hold得住你妈妈吗 我妈那更 更受不了了 今天来这里 你希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希望是 我媳妇她要是能性格脾气改一下 回心转意的话 我肯定我自身的原因 我也会改的 她是确实能回心转意 我还想着好好过下去 她要是真回改不了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对 就你已经想过 如果她坚决不改 对 那就这日子不过就不过了吧 没错 反正还年轻我们 没错 好 掌声有请先生 从站在那开始 在一起是一样 那也就是说 爸妈在不在 你们都差不多 对 你妻子说 这么多年 你挣多少钱 她根本不知道 你从来没给过她一分钱 是这样吗 之前确实是 自从今年开 我才给她钱的 我就是找班上 然后她去那个中介公司上班 每个月的话就几百块钱 一个月挣的 没几千块钱 可能在外面也是 我是房地产的 对业务这会儿来说 外面打理呀 说结交的朋友比较多 开销比较大 基本上一个月挣的钱 就所剩无几了 她有的时候 她说有一位 她是买60块钱 还是80块钱 她说那个同事是45块钱 小刘口中的几千元工资 与上报给妻子小时的不到百元 相差近十倍 小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而小时又为什么会选择 相信丈夫的谎言 你觉得这女士还爱你吗 你认真想想啊 再回答我 不用想 肯定是不爱我 肯定是不爱你 我怎么觉得她还是多少挺爱你的呢 主要还是在看待孩子的分子上应该是 也不仅仅 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了一个细节 不知道你听到没有 就是昨天晚上 你妻子呢 跟我们的主编多次联系 联系的主要内容就是 其实我不知道有些话该不该说 我就怕说了到时候真的不行了 再也晚不回来了怎么办 就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 整整一晚 他不断的给我们的主编打电话说 我要说成什么样子 说到哪种程度 这是表明他想把这个日子过好 嗯 而这个日子过好的一个前提 肯定不光是为了孩子好 同样的八年的生活下来 他会觉得这个男人是有对他来讲 是很重要的成分在里面 我觉得你要相信女人对于感情的那种依赖程度 如果他真的对您没有依赖了 这三四次离家出走他干嘛还回来 然后跟您爸爸妈妈吵成这样干嘛 他还要给我们的主编打电话说 我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 其实一个女人能够坐到这儿 然后背负着这么大的委屈 跟公公婆婆吵成这样 能够坚持着让她坐在这里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她对这个男人还是在乎的 所以您别一上台来就说 这感情我觉得都没有了 我们互相之间没有爱了 不是这样的 可能说这个多年之来这个吵架 是把您给吵烦了 但不能说因为吵烦了 咱的感情就不在了 恰恰是因为还有感情 所以您的妻子才非要跟您的爸爸妈妈争个高下 包括这位先生自己 他可能长期以来处在一个战争的边缘 战争的状态下 于是他已经认为这个情感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从先生几次在观察室 像这边这个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他还是比较顾忌这个我说话时的那种尺度 我是不是能够公正公平 什么情况下人才会公正公平呢 就是我要尽可能顾忌到他们双方都不要受到太大的伤害 所以说他在说话的时候 我能听得出来他是竭尽全力 在保证双方都高兴的情况之下 尽量不要偏袒一方 他也希望能够有可能的话 把这份东西挽回 这份情感挽回 这份情感的挽回 其实不完全是取决于你对孩子的这种责任 这个事实上我还是能闻到 这个男人对于这个女人的一种依赖习惯 而这种习惯来自于曾经的一份感情 这份感情究竟准害到什么程度呢 实际上连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到底你们之间还有没有爱 如果说有爱 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什么都有基础 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孩子 但是大家所有人都是不快乐的 也许我们的调整方向是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呢帮我把这位妻子请上来 掌声有请 姑娘1982年出生 今年30岁 可是在整个过程中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80后的女孩子笑过一次 一直是很沉重的样子 对 你丈夫比你小吗 小 小多少 小一岁七个月吧 那就将近两岁对吧 对 也就是说本来女人就比男士呢 我们的心理年龄成熟一些 然后你又找了一个 你又弄了一姐弟恋 对 当初就是跟那个相亲的时候 我妈也是觉得他们家那个条件嘛 也是感觉好像还觉得人还可以 我当时就觉得见她的时候 觉得她是一个是觉得眼睛太小 我就当时有点不太乐意 然后就是说那个个子也那个不太那个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的 然后后来我妈也就是说说差不多就闲 她说以后只要不在农村干活 日子也能凑合过嘛 你之前根本不知道你老公一个月赚多少钱 不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也就是最近几个月吧 你怎么知道的 也是听那个旁边的人说的 然后说那个 说我老公那个 他每次就说会跟公司的那个同事说 下一次不要告诉我媳妇 你一个月发多少工资 然后 她说那个我每个月的话 就是告诉我媳妇 一个月就发1000多块钱的工资 其实呢 其实她有的时候 不是她那个不符合她的事实 她说话是在撒谎 她为什么跟你撒谎呢 我也不太清楚 她反正就是 逃避责任 对 这么多年 每次就说她说我一个月发1000多块钱 我就觉得心特别软 说那个一个男的走出去 堆里面没有个几百块钱 还是说那个觉得也没 在外面的话觉得也挺丢面子的 然后也就是朋友啊 什么吃饭啊 家里面外面也得花销嘛 然后我就从来没管过她 但是后来的时候 就经过她朋友这样子 一说公司的同事说 她说就这样子就骗我 然后我说一说 我就后来就不太相信她 老是就是 也是积累矛盾在心里面 她只有对我们爸爸妈妈讲了 你觉得她是个好妈妈吗 还算是可以吧 还可以 也就是说你对你儿子 还挺有耐心的 也不是 我们家孩子比较懂事 比较乖吧 你对孩子比较有耐心 是因为孩子比较懂事 对 那你对老人没有耐心 脾气大是因为老人不懂事 因为她 不是说老人不懂事 因为她就是 太恋爱她们那个 恋爱我们家老公 因为我就觉得想 想 想她们老人放手 让孩子去独猎 让孩子自个儿去床一遍天下 每一遇想过 让她们单独去 她就是她老公也不关事 不想就是说老是在 在一个房间里面 老是在一个屋檐下 然后大家都在一块儿 混饭吃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 一点地位都没有 说话什么东西都没有地位 什么都得还挺老人的 做到一个处理的现象 你告诉我到今天为止 对这个男人还有爱吗 有一点吧 你觉得她对你还有爱吗 我不清楚她对我有没有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说 你是个厉害的傻姑娘呢 你不清楚她对你有没有爱 但是我敢保证 对你们俩现在的状态 真要说分手 你的不舍 会比她的不舍更多 也许当时可能会 但是如果说真正分手的话 我也能坚持下来 要真的要跟我离婚的话 我低手包就走人 她这个嘴上的不服输 我特别理解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婚姻中 她认为她的条件 是比这个小伙子好的 我就是看到你们家庭条件不错 我才勉强嫁给你 我本来就是下嫁 个儿也没有那么高 然后呢年龄还比我小 我就图你们家 在北京有点事干我才嫁给你 结果现在过成这样 你心里是不是这样想 对 她不错 她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 你看她穿的衣服上 我就注意到两个细节 一个是这个蝴蝶结 一个是她鞋子上的那朵花 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 会穿这样的衣服呢 我觉得小时候 特想当公主的时候 就会弄得很多蝴蝶结 给自己弄得很 就她其实心里边 她特别希望在这个家庭中 她得到的是这个公主般的待遇 对 关键现在她没得到 你说的对 嗯 其实我注意到 在王芳说到这个姑娘的 这个公主心态的时候 这个姑娘就开始掉眼泪 其实在场上 姑娘一直给我们一个很坚强的 这样一个样子 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你这叫外强中干 真的我可以想象到 就是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 肯定对自己的生活 带有很多的憧憬 来到这个家里面 那真的到了这个家里面 发现完全不像自己想的一样的话 可能失望和委屈会多一点 你这些东西不会装出来 太太哭成这样 我都不知道旁边这个先生 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你的老婆在家 有哭得那么伤心过 那么很自然的躺眼泪过吗 没有 没有过 那你知道她现在为什么那么哭吗 她觉得她委屈这里 委屈 她在家里也委屈 为什么在这里她就哭 她是被理解了 这就反过来讲 其实在生活当中 你给她的理解太少了 其实真的这个先生 我给你讲 有的时候自己起回来 太太呀 对你爸对你妈那边 受多大的委屈 可能她都没有问题 这个一个女人呢 最不能受的委屈 是自己老公比自己的 她对你有很多期望 你看今天她在台上说了好多 她特别担心你爸爸妈妈 对你的溺爱 使得你没有担当 你不撑起这个 其实这个女孩 她愿意跟你一起吃苦 但是你不担当 你不往前冲 她才觉得没有希望 她其实在经济上 也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 就是说你们这个 两个人三个人的 这个小家庭当中 有没有积蓄 但是 其实以我刚才的这个推论 来看 听完这么多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 这种积蓄 应该是比较少的 因为你们结婚八年了嘛 今年才开始给她一点钱 之前的可能说是七年的时间 都没有给过她钱 可能靠她自己打一点零工 这个满足的途径 刚才您父母提到了一点 说我帮你带孩子 供你们吃喝 然后生活费全都不要你们的 这只是保障感的第一部分 然后更深层次的一部分呢 就是说她需要有一定的 这种积蓄 说到是讲到就是你爸爸妈妈 供你们吃喝 给你们带孩子 对这个女孩来讲 那不是保障 那叫寄人篱下 没错 她的感觉更不舒服 她其实真正想要达到一种 生活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们有了积蓄之后 可以真正独立出来耽过 但是因为没有这个积蓄 她现在只能继续的寄人篱下 过这样的生活 来 推一下这公婆的话筒 您好 谢谢 你们这儿媳妇和她的父母关系怎么样 反正关系也不怎么好吧 不怎么好 你们跟她的父母关系怎么样 我们跟她的父母关系还是不错的 反正 这个她父母知道你们来录节目吗 知道 肯定她 我那媳妇肯定早跟她父母跟她说了 我们就是昨天晚上跟她问的她爸妈 前段时间她说的要过来 所以她要过来了 周围来几天也没听见什么事 昨天晚上我们就打电话 问她问她来不来 她说她不来了 说又不来了 但是呢 我们也给这个父母打了个电话 然后呢 我们说你们来不来呀 他们说给你们打电话了 你们说不是今天录制 是谁说的呢 没有人说了 我们没跟她打过电话了 没有 说给这个先生给你丈夫打电话了 你丈夫说 问什么时候录 你丈夫说可能周四周五吧 而今天是周二 不是 我说肯定是下一周 我没说周四周五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 你说是周二录呢 那天呢 那天晚上下午 礼拜五的下午了 回去的话 就一直没打个电话 没跟她说过都没打个电话 就没有 为什么没打个电话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 我问这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从您心里边觉着 最好呢 您这亲家就别再掺和这事了 对吗 不是 今天在这录制节目 你希望他们来吗 我希望了 你非常希望他们来吗 非常希望 您希望他们来对吗 对啊 但是他们没有来 嗯 可能他们没有来 他们认为没有固定的时间 所以不知道该怎样来 但是呢 我特别想跟这位公公说啊 您非常希望他们来 您现在梦想成真了 他们来了 嗯 对了那就 来了 那么现在呢正在 进我们演播室的现场 先生您知道岳父岳母来了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您希望他们来吗 来 为什么 来看一下咱俩之间的事 让他们说说吧 岳父岳母的突然到来 让录制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公婆轻描淡写的回应 与小刘木讷的表情 似乎都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惊讶 而此前一直身处观察室 目睹了场上发生的一切的岳父岳母 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二位好 二位好 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今天早上 杨女士岳母 石先生岳父 专程从福州赶来 希望女儿女婿可以独立生活 什么时候知道今天要录像的 我听我友人有讲过 亲家是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下一周嘛 我说问他下一周什么时候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一不说时间 我说我怎么时候过来 从这样的一个表达中 您认为亲家是不希望你们来的对吗 我也不知道他心意是怎么想的 我想到我有了一个人在这边嘛 孤孤单单的嘛 没有人跟他讲话 没有人跟他说话 没有人跟他沾胆子 好 掌声有请二位 二位从哪里赶来 我在福州啊 从福州过来 福州过来啊 你们怎么来的 我们走飞机过来了 买了这些飞机票 今天早上到 小黄 今天就是飞机意外 我觉得他可能找到了 他不可能去买飞机票 女儿和婆婆那一段 争执你们看到了吗 看见 看见你们是什么心情 我没有什么心情啊 反正是他怎么讲啊 很常会 我经过女儿在她家里啊 在了八言 不知道我女儿过的什么日子 我也不知道 比她们都过得好 你觉得这个婆婆 她这婆婆厉害吗 我也不说她怎么厉害不厉害 她自己她心里有数 每一次她们为家里的事情 吵架打架 我都没有讲过她的儿子 我都是讲我女儿不对 你说我还要怎么办 她那一年也是家里面吵架 我女儿就走了 我说怎么走呢 我说走哪里去了 她说我也不知道她走哪里去了 她说肯定她买的火车票嘛 她说都走了嘛 我说她到哪一个方向咯 她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问了她 我说你为什么不知道啊 我说你是当父母的怎么不知道 我说你那么放心啊 我说我养个女儿养了二十多年 我说我也不是有网伴养大了的吗 实际他们两个老人呢 挺说话就是挺直说的 那东西全是她的 她的老婆在中间安排的 你们的女儿从小脾气 就不是特别好吗 以前还可以在家里 那现在你觉得她脾气好吗 现在她的脾气 反正我听她公公婆婆讲嘛 脾气很怪 那个事情要她说 说瘦瘦瘦瘦就这样 您觉得今天来 你们二位是给女儿来助威的 要不然怕女儿受气 对吗 嗯 对 你看到妈妈今天 爸爸这么远跑过来 你会不会觉得 为自己的事很难过 肯定会难过啊 反正就是也是被没办法 也是伤心也是伤透一点的 以前都说老是都压我这边嘛 一直压着做 现在这一次也是实在是压不住火了 然后我妈说 那天也是她问的 她说那个也没说过来还是不过来 然后她说那个 我们是过来还是不过来 觉得你一个人在那边的话不合适 然后觉得还是想过来 一块儿炉自己的节目嘛 也就是说爸妈怕女儿受欺负 神确是她自走自受的 假如她们真的过不下去了 你们打算过怎么办吗 我们没有什么打算 反正她怎么打算就怎么打算 怎么说出来都有一点 反正等她说说完了我才说呗 他们家不团结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一半 也知道有些事情 我们也清楚 中国人就是打她家里来七八年了 是不是 前一段时间过得很好 在后半截为什么过得这么样 真因为我那个局势 在她家什么都不宽 就是一个闲人一样 她的闺女不容易 咱们没事 咱们没事 当年女儿嫁给这个人的时候 您认为对方家里条件还不错 也没说什么条件不错 当初的时候我妈去看她家里面的条件 也是看不上 然后也是我肩上她人 本人觉得还可以 也是 我那个时候我妈就说人家的本音嘛 打工就是说将来的话不住在农村 就是说以后可能会在那个乡镇买房子 我妈就冲这一点 然后让我们那个担任这种婚事 根据你没结婚的时间 没有买房子 就是要求他们结婚买房子 房子买了以后 没有她的名字 不用她要求是我们先跟他们说的 反正反正跟他们买房 七八年了生了个小孩 你说这个事情 谁想得通了 你说呀 究竟她是不是她这样的人呢 各位同志你们想一下是不是 我们跟她两派 这爸爸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嫁女儿之前 就跟亲家谈过这个条件 说过 是吧 就是说女儿嫁给你将来需要 给他们买一个单独的一个房子 作为婚房来结婚 可能亲家也答应你了 说我们现在不买 他们结了婚之后 尽快就能买这个房子 对 你们就误认为这个房子 应该是买给他们夫妻两个 至少是他们俩夫妻名字 应该写上 但后来买了房子呢 没写闺女的名字 都没有吗 都叫我的名字 那个房子写名字 写谁的名字 我都不说第一套房子 到后来的时候 就是说反正都是一个家里面一个儿子 这个谁的名字都无所谓 就是说你对我好一点 这个家里往前面走 我觉得就挺心满意足的 第一套房子 作为父母的房子有了 有房源 就是家里面一个儿子的话 一个儿媳妇的话 你知道他也得跟孩子 就是说给孩子买一套房子 给他们两个小两口 一个生活的空间什么东西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 后来就是他们对我不好了 我才会这么认为的 姑娘 首先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可是 这买房子钱是你跟你丈夫的吗 如果是你们俩的 没写你们的名字 这我觉得很过分 这又不是你们的钱 凭什么要求父母给我们呀 那是我跟他 我们家公公自己 一直在后面一块儿挣的 赚的钱买的房子 听到儿媳妇的诉说 身在观察室里的公婆 再也坐不住了 亲家的布告而来 原本就让公婆心里不满 现在儿媳妇又在标榜自己的功劳 更让他们难以忍受 他们决定来到场上 姑娘 你好你好 你好 你说这晚上说就过来的 我两个过来 我们肯定要过来 你一请我过来 我就要过来啥 你不是说叫我过来好吗 我肯定要过来啥 那个啥子花 过来就过来啥子花 过来就过来啥子 你也啥子花 你也啥子花 我哪个啥子花 我跟你讲 你说你 我就问你究竟是什么时间 你说吧 你自己说 我们两个弟兄当着说 你究竟我说 我们两个对手 我电话你去 我们是礼拜四的晚上打的电话 礼拜五的晚上从来没打过电话 礼拜四 你没打 是我来没打的 好不好 打过来混接 好吧 礼拜五的下午确定过后 我们就一直没打过电话 都是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 边来给我打电话打完的 我说给你们打个电话 我究竟你们过来还是没有过来 对 这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 这本事已经来了嘛 算得不重要 不是 这不重要就是说什么 不是这样吧 他们辛苦一趟 要不他们来的机票 你给他报销了算了 那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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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么定了 不用不用 关键是什么呀 我昨天晚上给他打电话 他说我们不过去了 我没事你们看着爸 今天事件我跟你们讲 主管我过来跟他们讲两边的话 手上手段的 今天在这里也手不好 回去考虑到这里 那不是跟我们说不说的好 是两种原因 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电视台来 我们再来 我们两天就要再手 别着急 别着急 这个女孩子刚才说 她认为那个房子 应该有她的份额 因为是她跟老爸一块赚的 父亲您认为那个第二套房子 应该有这儿媳妇的份额吗 没有 那你以前答应过亲家没有 就是说结婚以后 要给他们买一套房子 没有 订婚的时候就是 他是说的 我们是我们跟他们说的 我们要买房 是那天来的 反正是我们家 您认为第二套房子 有这个儿媳妇的份额吗 没有 没有她的 没有她的什么事 你跟亲家谈判的时候 如果你讲这个 我们家要买一套房子 说好啊 将来这个跟你女儿可是没关系 你会这样给他讲啊 那那那不会 对不对啊 那你一定是要告诉她 我们会给他们买房子 对 对不对 会给他们买房子和会给我们大家一起买房子 你说的是哪个 就是说的我们大家一起吧 没有 你一定是说我要会给他们买房子 你一定不会说给我们大家一起买房子 那样的话他的女儿会说 你要给大家一起买房子 我就去找个别人住房子 那个时候你跟他谈判的时候 还是希望这套房子对这一段婚姻有促成的作用 今天有矛盾了 所以说要跟他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能听不出来 我想问一下 你们在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首先我认为钱是你们老两口赚的 我这个非常认可 我也认为别随便惯那些年轻人的毛病 没事就给他们买套房子 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父母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自立 但是现实是在农村尤其是 很多父母都会给儿子留套房子 这也是现实 如果你们在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把名字写成儿子的 因为现在按照新的婚姻法规定 哪怕是写成儿子的 如果证明是你们出钱的话 这房子也属于你儿子 你们有没有想过写成儿子的 这样他也许就会心里边踏实一点 那个我们肯定不会写他的名字 为什么呢 那个是他们也没有没有挣到什么钱 那房子全是那老头挣的 肯定不会写他的名字 要等我们死了过后 我们两个都不在了 那两套房就是他们的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反正你也这么想的 你如果写成儿子的名字 是不是会减少一点矛盾 如果是像以前那种刊的话 就随便的房子 全部写我日子的名字 我都没有想念 但是尤其是现在的时候 吵架 把它筷子叮得还挺重那种 高一点挺强 那种尤其是他的 真的房子也不能这样做了 那都是你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只是你手上的一个旗子 是不是你任凭你在什么摆布 你知道吗 现在为什么要踢房子 你说为什么要踢房子 就是因为现在老头不愉快 当然我就踢房子了 以前跟我随手的都讲的大话 你家人家过离婚 我第一走哥哥就走 我一分钱都不要 没有那么简单嘛 又到日立岩 他们正常就发生了一件事了 我儿子说把女士啊 什么乱七八都自己忘好了 就说就去 准备回老家了 就离婚了 他就不离了 所以我不确实 你是你们家不离啊 他刚才就是他妈的第一家 有那么简单啊 我把小孩给你生了 就你了啊 就变贯了 以前就这样 不是任凭你怎么说 那法律 国家的法律是完善的 法律会给你一个公道 我告诉你 我就希望这样 对 法律公道的 我就把你那个八年时间 你干你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 你干什么事 我当时到你们家来的时候 你是 我说我去上班 你说不用去上班 就跟着我在后面跑一夜 我做做事 你跑了吧 怎么没跑啊 把你跑的 天同院没跑吗 天同院 天同院跑的什么 天同院就去 没跑 天同院去了两十年 你管理的话 每次管理的话 不是我去跑 就是 管理不是我去找 给你找的吗 你那只找今天的话 你还好意思说 好意思说 我我出来跑 那是我跑的 你看哪个活动上面 签的也十个小的名字 我不可以找小区的话 你能赚的钱吗 十个小的名字 是 不是我的名字 我就明白 但是你一步一步 再这样子走 姑娘 那不要吵 姑娘 你那是一个公公 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看到几点 第一 这个首先公公和儿媳妇 这么吵起来 我觉得大家听得会很不舒服 你们舒服吗 不舒服吧 而在这个过程中 母亲没有一次制止一下女儿 如果我去跟我的公公这么吵 我妈肯定得拉我 不管怎么样 这还是大庭广众之下呢 不管怎么说啊 这是一个晚辈和长辈的问题 这样你既然说到 那法律还管呢 好吧 陈律师 现在他们家有两套房子 房产正上的名字 都是这位先生 就是公公 请问这位儿媳妇说 我认为有我赚的钱 份额中应该有我多少 第一套 购买的钱款呢 完全来源于 公婆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 而这个钱呢 他们用于购买房产 当然就属于他们公婆自己 他们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而不属于孩子们的 跟孩子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包括他的儿子 第二套房子 如果能够认定 他们在这个共同劳动当中 有这样一个 哪怕是口头的 或者说是出面的协议 说这种家庭式的这种协作关系 获得的收入呢 有一个分配机制 而这个分配机制呢 没有去分配 而只是在这个公婆的这个控制之下 用这一部分钱 去购买的这套房产呢 这个儿媳妇 占有一定的份额 比如我是这个儿媳妇的律师 我拿出什么证据来 我才能够说明这房子跟我有关系 这个公公婆婆和这个儿媳妇儿子之间有一个协议 说你帮我跑某一个业务 我给你提成多少钱 你去干这样一个活 你拿回来多少钱 如果有这样的证据 然后支付房款的这些所有的款项呢 也是由于这些劳动所得 其中有一部分的话 那才能够认定 那我明白了 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这个儿媳妇想提供证据很难 那我就问 儿媳妇没有证据 儿子的证据算不算 儿子他也在这个份额当中并不占领 因为儿子他也没有在这个中间付出劳动 好 那现在我觉得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你明白了吗 姑娘 如果说按照时间的推理的话 就是那个 那个房子不是01年买的吗 就是那个是以前之前 我们那个共同结婚 后来赚的钱才买的那个镇上的房子吗 你能举证吗 比如说 我有这样一个东西 你从口袋里能掏出一个 能证明你和这个房子有关系的 法律上是只讲证据 而且要最好是书面的 在他们家的话都没发工资什么东西呢 没有 也就是说在他们家 就是即便给你七千块钱 也是拿着七千块钱放到你手里 对 你没有打什么调子 这七千块钱你给我是留着 将来你再要回去买房子的 这些文字的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嘛 所以说姑娘就是说 你看起来很机灵 而且毫不客气的说 你和你的妈妈 其实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 你们明显的是带有强烈的 要有一个未来相对比较稳定和差不多的日子 你才走进了这个家庭 你们是有所图的 当然这个我是能理解的 看上去您很有目的性 但是在实行目的的过程当中呢 你又是一个笨目的人 因为事实上我们清楚的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付出了很多劳动 他说八天也好 八年也好 八个月也好 我认为你肯定参与了 但是按照我们今天听到陈律师的解读 你几乎没有能力拿出什么证据来 所以说今天这个法律上呢 恐怕结局对您来讲 陈律师那也就是说 如果从法律上来讲 假如我请你给这个女孩子做代理律师了 你觉得你这官司能打赢吗 她想把这房子要一半回来 从目前所做的这些 所说的这些情况来看呢 应该是没有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对于她在家庭生活的这种付出呢 她没有得到公合的这种认可 第二呢 她还没有任何的相关的证据 去证明这件事情 一是没有得到确认 第二没有证据 那么你对于这套房产 所要主张的权利的时候呢 当然你就不会获得法庭的支持 所以是这种情况 好 谢谢您 也谢谢陈律师 陈律师因为三点钟还要开庭 所以先退场一下 谢谢您 就在陈律师退场之后 专家老师让两家人坐到了一起 面对一家人现在的问题 专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我想批评一个人 我怕这位大姐过来再揍我两下 不会正 欢迎 我能理解你 你跟你老公的心情 从福州那么远的地方到这来 想支持一下你 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批评你一下呢 可能正是因为你们平常 对孩子的很多地方呀 促使孩子有了很多不正确的认识 就刚才你说不管怎么讲 这是个儿媳妇 跟公公之间 那是两辈人之间的 能够一句话赶一句话 一句话顶一句话 一句话撵一句话 这样说 您就在他旁边 反正这个你也不碰他一下 至少说 那至少是个爸 他那是轻微的 那是挺轻微的 如果是在电视台 在家里面那个劲还大 就是因为你在中间骑毒到作用 我只是他手里面的一个旗子 随他怎么摆布 摆布完了现在是 您不管怎么讲 这个在礼仪上 你要叫一句爸爸的 你有起码的尊重 有起码的这个礼塑 在这个地方 有辈分的差异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说话一点都不饶人 非要占个上风 那不行啊 你嘴上不饶人 你得了什么 八年来不尽是委屈满心的痛楚吧 就是这个女孩子给我们的感觉是 因为现在你处理的问题 不是说你跟哪一个好朋友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你处理的是你跟你丈夫 还有公公婆婆 一大家子这样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而你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是 偏低龄化 就像一个小孩 我相信你爸爸妈妈今天来 我也觉得特别感动啊 我相信他们的工资 我不知道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从福州到这儿来 两个老人来往的机票 应该不下于五千块钱 我想这应该是超过了 他们一个月打光所挣的钱 他们愿意跑这么远来 我想不是仅仅只是来帮枪的吧 肯定最后是想这问题解决 对吗 对 是 所以你在这儿很纷纷不平的 他爸爸妈妈妈男的说 不帮你吗 他看着你也挺心疼的 如果说你能够压下自己的火 不是说为自己着想 你也得为父母着想 其实这个家里边的三个女人 性格是多么的相似啊 就是一个不让一个的 而且妈妈你现在 除了为女儿名不平以外 如果这个妈妈 您能换一个态度说 姑娘她毕竟是个长辈 咱们不能这么说话 大家就会觉着 这个妈妈是很懂道理的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这一点 是让我们所有人觉得 怪不得女儿敢这样说呢 原来妈妈就是这样 就把这个矛头转向您了 其实您不是这样啊 就是因为这个家里的女人 都太强了 所以显得中间这个男人 是更加的弱了 我其实一直在想啊 其实这个男人 刚才这个妻子一直在讲 就说他担不起事 然后在很多问题上 他没有担当 其实一方面是这父母 这爹妈给灌出来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认为也是你给灌出来的 其实这个妻子 可能刚才您会把这个丈夫 很多的种种的毛病和不足 归结到你的公公婆婆身上 他就是太恋爱我们家老公 因为我就想他们老人放手 让孩子去独猎 让孩子自个儿去闯一边添下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八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给过他 让他去跟他父母 解决问题的这个机会呢 很多的时候 你们在发生 跟公公婆婆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在当面呢 就是说我们先保持一种 比较冷静的 比较客气的态度 然后回到你们的小屋里 关起门来 把这个事情传达给你的先生 让你的先生出面 去跟他的父母去做一个调停 但是你没有这样做到 你可能会说说 我老公担不起事嘛 这个事必须要我亲自 跟他的这个爸妈去说 天长日久 我觉得你的先生 就在这个问题上 在你们家这个家庭矛盾上 他更加处于一个这个 想要逃避的这种状态 两方面这个力量都太强势了 这种强对在一起 他说那我只能掉头就跑 所以你虽然老说 说我老公长不大 这个长不大是谁灌出来的 难道全都怨他的爹妈吗 我倒认为他的长不大 也是因为你太厉害了 所以你不给他一种长大的机会 姑娘我帮你分析分析 你看你总是说 他们凭什么包括妈妈说 我们凭什么呀 这是八年难道就白干了吗 可是呢 我也一直想给你们提一个想啊 就是你们有很多的观念 包括甚至包括这边这两位 公公婆婆 有很多观念呢 可能真的在法律上行不通 你看姑娘 我要不一开始我就心疼你 我就说这个 你是一傻姑娘的 你看人家婆婆留下这么多 就是他可能也不是故意啊 就有很多的单据 上面写的交款人都是婆婆的名字 这都是给孩子交的学费 然后各种各样的钱 但你说这一点你就不占理 这明明应该是妈妈去交 比如说打官司的时候 你说他们应该赔偿我 在法官正在琢磨这件事 律师还没说清楚的情况之下 婆婆啪拿出来一堆这样的条子 说管孩子我交学费交了多少 请法庭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马上就有人会把这一摞东西 拿到法官面前 法官看完之后 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证据 小孩子她婆婆带是不是 这个是承认嘛 是她婆婆公公婆婆在带嘛 如果交学费交于 给她爸爸妈妈交嘛 钱也给她当她儿子吧 她儿子又有儿子了嘛 是不是 对啊对啊 应该是她拿钱出来 要交到她老婆 她老婆才能够去送那个儿子 去读书啊上学啊 是这样子嘛 对 她儿子都没拿钱她怎么去交呢 不是 实际上啊 首先养育孩子是父母双方责任 就是说 就是双方责任嘛 双方责任 靠她端钱嘛 这个男孩没拿的确是 但这母亲不也没拿嘛 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啊 她没说到点上了 就是因为这个男孩 在这个家里头 你没有承担起丈夫的责任 你把责任转移到父母这儿 父母现在觉得 我们帮你做 她很像一个小孩一样 对对对 她岳母这个抱怨 我们特别能提起 什么事情都是她 还有一个写点 刚才那个女孩讲到的 你的工资 这几年来说 你做的是房产中介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还租房住 我是非常了解 中介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的 而你跟家里汇报的时候 我一个月才挣一千多 那其他的钱你干嘛去了 你之前根本不知道 你老公一个月赚多少钱 不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也就是最近几个月吧 你怎么知道的 也是听那个旁边的人说的 他每次就说 会跟公司的那个同事说 下一次不要告诉我媳妇 一个月发多少工资 那个我每个月的话 就是说就是告诉我媳妇 一个月就发一千多块钱的工资 也就是财务上面 你并没有对家庭是公开 你对你太太是并不信任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有责任的 你给你儿子交过学费吗 你不给你儿子交学费 你爸爸替你们交学费 帮他交 那作为老婆来讲 她说这个事情 本来应该是我丈夫的责任 难道这个你不应该承担 一定的责任吗 当然了 这个女士 你把这个礼放在这里呢 你是站不住礼的 问题出在了 你和你丈夫没有去养孩子 她是你丈夫 不是别人的丈夫 你明白吧 所以说真正的拿到法庭上 你又不占理 我还要插两句 他们这次打架的事情 我跟你们讲一下 那天晚上 我有人跟我打电话 我问我友人 为什么 他就说吃葡萄 他一个说酸 一个说不酸 这个是一个小事情嘛 我说酸就酸嘛 不酸就不酸嘛 我还讲他 我说你回去吧 我说你怕什么 我说不用怕 我说他要把你打死了 我也不怕 回去怕什么呀 对不对 别怕 他能把你打死啊 怕他什么 你想你这样的劝说 他回去之后 他会把这个问题安定下来吗 你没有跟他降火 女儿啊 我跟我女婿打电话 她电话都不接 问他吧 亲自问他在这里 甚至于他不跟我打电话 我还跟他打电话 他不接 你说生不生气 你如果是打通电话 你会怎么讲呢 我都会讲他呀 我只要问他 为什么呢 今天晚上吵架打架哟 我真的都听你们这一大家子冤得慌 为啥冤得慌呢 你看居中做那个小年轻 万事由他起 人家正在一声不吭 弄得你们两家的人 吵过来 骂过去 打过去 姐不是不经重 你们自己不觉得冤得慌吗 居家过日子都讲说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才能和和睦睦 白头偕老 所以我就说 你们今天这个家 为什么过成这样一日子 你们在想清楚 娘家的爸爸妈妈 你们在琢磨 你们那么大老远 花那么多钱 跑到这里想干什么 到这里来就给女儿出口气 然后让他们离了婚 你们带她走 是这个目的吗 我们就是看他怎么讲吗 直接回答我 是这个目的吗 我们不是这个心意 你们整个的态度 就表现这么一个态度 这边的爸爸妈妈也是 你们俩也一定不希望 他们俩一拍巴掌两散 是希望他们把日子过好吧 你看看你们的态度 想把日子过好 从基本的常理来讲 应该怎么讲 各家管各家的事 你们俩管的是你儿子的问题 他们俩管的是他闺女的事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对吧 你们俩在怎么做 你们俩在指着他们俩 他们俩在指着你们俩 每一次我都是管我 你看你们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反正您今天是没管 你今天是在管你女儿吗 今天今天这个事 在相当于你们在解决问题 我们在解决问题 结果你在解决他们家 这两辈爸爸妈妈要真想解决问题 不能以这样一个态度去谈话 要本着两口子 把日子过好的角度上来讲 你们就是你们说 你们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说你们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检讨 我们做老的哪上做的不对 他们检讨 他们闺女跟你们相说 哪做的不对 这就在往一块走 是过日子态度 现在好 你们俩一句话不让一句话 这能把问题解决了吗 你们各自检讨 检讨自己 不是到这打架来的 我会打架 这位妈妈我就告诉你 从起头上你就记住 你和你的女儿共同 不是看上了这个男孩 是看上了这个男孩 他们的家 没人当时跟我们说的 说他们家在北京 然后不错 以后的话 可能不会在农村生活 可能都会在那个乡站 或者说城市里面 然后就说 所以你也是奔着 人家的好生活来的 对对对 你当时看上的是 他们家的条件还不错 结果没有达到 你的想法和要求的时候 你从一开始 就不满意到今天 所以说你再强调多少理由 那个都是无济于事 因为你的第一个想法 就已经奠定了 你们吃亏的基础 因为你奔着这个男孩 他们家去的 然后你就忽略了 这个男孩是什么一个情况 而男孩不能够给你 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只能搁过男孩去要 但是那两个人呢 又是根本就知道 你想要什么 完全把自己该要的东西 早就砍得死死 门锁着 你进不去 着急了吧 所以你才说出 刚才这番话 中国有句话呀 讲三十而立 那么什么叫三十而立 你三十岁的时候 今天现场也有你的朋友 有两位男士 我不相信 他们的日子也过成这样吗 在我们三十岁的时候 我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 当然了 你的性格养成 跟你有那么强势的一个妈妈 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我想告诉你 你现在要做的 是你自强自立 你跟你媳妇 如果你们俩 还有可能 好好试一下的话 你们俩把日子过好了 我真的觉着 就你这个媳妇到现在表现了 真的太不可爱了 她做的种种行为 都跟我们想象的 温柔 贤淑 大方 善良 都挂不上边 就看上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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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媳妇怎么会这样 但你有没有分析过深层原因 因为你不够强大 你没有给她遮风挡雨 然后她去哪可爱去啊 你的太太在你跟前得不到爱的时候 她就像刺猬一样 炸着刺猬去扎人 她整个人在现场表现的是 尖酸刻薄 点火就着 为什么 内心极其脆弱 对 极其的不安全 这些对于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你没有给她 她没有依靠 她就在需要她自己去争这些东西 她自己变成这样了 你看这个力量多强大 带动了她爸爸妈妈也成了这样 自从咱俩啊 从刚开始结婚认识到现在 以来 因为当时我们结婚那时候小 才二十刚出头 都是由亲戚介绍的 介绍咱俩认识的 说实话那时候我根本什么都不懂 当时就因为我什么不懂 她当时的脾气性格一直就很强势的 所以从刚开始到现在 一直压迫我 所以说我现在就成这样 我根本就强势不起来 就是你身边有三座大山 分别是你妈 你媳妇和你丈母娘 你想想 这三个人哪一个都不示弱 在家庭逐步升级的矛盾面前 小刘有苦难言 母亲妻子再加上岳母 她们的过于强势 都是导致小刘懦弱的根源 那么在录制前 心理专家为小夫妻俩准备的心理测试 又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石女士做的这个测试当中 你的这个脾气我刚才简单写了一下 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急躁 第二个是敏感 第三个是强势 所以这个只是印证一下 你看你整个表现的 那我把它颠个盖 你以后要注意点 是你敏感的一面 因为你特别敏感 这些东西 所以就越发急躁 越发强势 说今后对这些东西 我老讲 其实你迟钝一些 为什么老公成不成气 他爹妈还在这呢 其实他爹妈完全知道 要不然怎么不会让他长大呢 这个男孩子坐的这个车身呢 就更加的更加的典型 也整个人啊 有一点点小的这个郁闷 逃避 不敢担当 就说你们俩性格正好 你看一个火 一个水喷一块去了 本来水能浇火 结果你还没浇灭 你性格当中有弱的一面 没有不怕 但是你不能软 弱跟软在什么地方 弱是表面的 软是内心的一个东西 你没有力量 才让你身边这个老婆 觉得没有不可依靠 你可以回避一些问题 但不能逃避 要去解决问题 今天两大家子人 为你一个人打成这样 你难道不难受吗 你还在说你小的时候 你们结婚的时候很年轻 所以这个事情该担当 因为您今年也是差不多三十岁 儿立之年了 您的儿子马上也要进入小学阶段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一个男孩子 他其实当他有了一种意识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生活当中找一个榜样 而这个榜样其实就是父亲 而您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您这个榜样做得非常的不好 也就是说在你的家庭当中出现了矛盾的时候 那个没有声音的一定是您 那个逃避责任的一定是您 那个赶紧说要掉头就跑的可能还是您 所以这个孩子其实无形当中 他是处在一种更多的女性家长成员 在吵闹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环境 我认为对这个孩子的成长 它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环境 所以您身上可能说有三重身份 第一重身份您是儿子 第二重身份您是丈夫 第三重身份您是父亲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您可能只是具备一个儿子的这个身份 至于丈夫该承担的责任 和父亲该树立的榜样 您都没有做起来 头天我想对于妈妈说这几句话 你们没有注意我 刚才我们在分析过程当中 有两次你旁边这个闺女点头点得特别厉害 一次点头是在王导分析 你把闺女嫁人的时候的动机这个方面 就是说你今天跟爸爸做得来 我们都愿意相信 你们有一个良好的为人父母的一个愿望 来给女儿提供一个心理上的支持 来让她受到一个保护 但今天真正做到这 你们起的作用全是反作用 当初你们嫁女儿 可能是为了给女儿一个幸福 结果你看看 所以你妈妈爸爸不要觉得我们在批评你们 我们是看到 由于可能你们生活环境的原因 和由于你们自己对很多问题理解的局限 你们都在用好心办错事 这样会使女儿越来越不幸福 这位婆婆其实今天啊 我们一直说您这儿呢 说的比较少 你是受了罪 出了力 还没讨好 你说是不是 您看啊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挺累的 你弄这个弄那个 帮人带孩子 用得着您帮人带吗 我真的建议您 如果他们真的有困难 我们做父母的当然要帮助 可是什么周六啊周日啊什么 你就让他们自己带啊 他早 你说您的话是 他每天睡到十点钟 那怎么带这孩子 早上每天早上 睡到中午才起来 那小孩来 大半天 也就来跟着一块儿 那样的小孩能带好啊 不是说我不带 是他们就是不想让我带 我就告诉您 您把孩子放在那儿 他不可能睡到十点钟 为什么呢 八点孩子自然就会醒 我有这经验呀 孩子就会妈妈妈妈 你根本睡不着 你根本不给人家 这样的机会 是你把这个孩子 紧紧地拦在自己身边 隔代代大的孩子 他的性格当中 缺乏很多东西 比如第一缺乏的 就是安全感 小孩很小的时候 自己亲身的爹妈不带他 他只有一个内在的归因 就是我不讨人喜欢 我没人要 所以他就缺乏安全感 你想这样 你的孙子也这样吗 赶紧还给他 所以刚才王八 你怪人家儿媳妇说 好睡到八九点钟 这就还要反过来说 没有孩子 他不睡到八九点钟 干嘛呀 爸爸妈妈 我要跟你们说 不管怎么着 这个儿媳妇虽然强势一点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他和你们家的配合 有一个东西配合得很好 就一个重要的东西配合得很好 就是在你儿子不能够撑起这个家的时候 他至少跟你们家 共同还完成了一个正常的事业运行 虽然你希望说他的作用不大 但是他没有给你贴作用 他没有给你添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儿媳妇 你不要着急的想把他扔掉 因为他是你们孙子的妈 我反复要告诉你们 孙子要长大 这个孙子到了那个青春期的时候 所有大人没有负责任的那一部分 都会在青春期里头展示出来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 都没有什么问题呢 是我们不管家里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都没有给孩子增加太多的负面 而你们现在的这种东西 一定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东西 另外我跟这两位家长说 你开始就希望你的女儿 找一个家里条件好的 当你发现女儿过的日子 不痛快的时候 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是你的第一反应就出了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你的女儿 现在跟他们离婚 其实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女儿离了婚 她会带着一个孩子 去找另外一个男人 是找个家里有钱的还是没钱的 个子高的还是低的 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 能接受你们孩子 还是不能接受你们孩子 是不是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呢 两位家长供你们参考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 我个人认为看起来 你们感情似乎出了问题 但是我刚才所有的谈话当中 我能听得出来 这个男孩对女孩 还是有一点感情 女孩对这个男孩 还是有两点感情 建议这三点感情本身的存在 我建议你们两位家长 男方的家长 把孩子交给他们 赶快让他们去 和自己的孩子交流 女方的家长 赶快撤得远远的 不要干涉他们的事情 让他们两个独立活几天 让这个女孩 真正的在这个男人面前 让他们成为一家人 成为一种共同努力的状态 让这个家庭 重新建立起来的地形 与夫妇 我先到观察室休息一下 我们来帮他们解决一下 其他的问题好不好 我的问题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没跟他讲 你的问题也是要 你的问题是要听主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我就是说他 他妈妈讲的 我有人不孝敬那些 送礼物 他说我不知道送多少 当家也是他爸爸妈妈当家 这个哪个家都有一个男人 你真的 都是他们出钱嘛 哪个家都是这样 他原本又管什么事情 谢谢妈妈 您觉得我们 您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我们现在在做是要调整一下他们看还能不能过日子 您刚才的话叫雪上加霜火上浇油 您明白吗 就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坐着飞机来是来送油的 您明白吧 你不是来送温和的 现在我们没有说这公婆没问题 对吧 我们也说这男孩问题很大 你难道觉得你女儿都对吗 他可以那样 我都没好意思说 也基本上可以说 如果你今天不来 你亲家的问题还真不小 对 你今天一来 偏偏我们突然得出一个结论 你亲家的问题很大 但是你把亲家的问题全给盖掉了 所以她的错就比你的错又小了 我让女儿就是我的错最大 你现在永远记住 你要从今天开始你只做一件事 再不要希望从女儿的婚姻中获得什么 或者说你希望女儿通过这段婚姻得到什么 你女儿就会得到永远她应该得到的东西 否则的话你女儿还会比现在更苦 婆婆有没有问题 我们一直在说她有问题 包括公公有问题 您承认你有问题吧 有问题吧 但是呢 王导说那句话您一定要想 就是刚才您的这些话 就让您有礼变得没礼了 您在给自己不断的减分 你看到你女儿 我一从她一上场我就说 我说姑娘 啥女孩 干了那么多活 结果还没落好 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就是因为我明白 她不是说一点礼不占的 可是她这个礼呢 全被她那个嘴给说没了 而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难道跟你们的教育没有关系吗 我一直不想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觉得她已经三十岁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回头去批评父母的教育 没有意义了 但是呢 她的这种状态 我们是想让她得到更多 包括她得到更多的爱 专家的开解让岳母激动的情绪稍有缓和 抓住这一突破口 栏目组决定让岳父岳母先到观察室休息 集中全力 开解倔强的小时 以及固执的公婆 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下这边这三位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让儿子单独出去生活 就是想他们单独出去 看他们怎么干什么就出去干什么 对啊很好啊 跟我们就负担还亲呢 这位太太 如果爸妈妈特别希望你们单独生活 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 所以现在就是三比一了 小伙子 如果出去单独生活 你愿意吗 愿意 你也愿意 对啊 你们家都愿意的事 为什么之前不做呢 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你们俩单独出去过的话 你估计你情绪能好点吗 我先生要是不说谎言的话 不欺骗事 她还是非常愿意的 而且我也看出这个女孩 她有 她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以及她有这个意愿 这是很好的 但是唯独我觉得问题是出在这个男孩 就是这个儿子身上 他可能 潇洒的日子要结束了 以前挣点钱 自己还能在外面潇洒的跟同事请吃个饭呀 玩一玩 或者有些自己的私房钱来处理 但现在你要想呢 你身上的担子需要承担你的小家庭 其实坐在这儿就是三个不同的家庭 这是岳父岳母的家庭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家庭 这是你自己的家庭 你脑子里一定要树立这个概念 而不是说你们这四个人是一个家庭 你们是两个家庭 只是一个大家庭而已 所以这是你作为一个三十岁吧 今年三十岁的男孩来说 你必须要承担的一个责任 我倒觉得分开过啊 是你目前这段婚姻当中唯一的 或者说最后一根稻草了 对 如果说连分开都不分开的话 我实在不敢想象 你的媳妇是这种脾气 你的妈妈还是这样的脾气 继续把他们两个人留在同一个屋檐下 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矛盾就是继续呗 因为他们的脾气很难改变 很难改变的前提下 你硬要让他们在一块儿过 刚才妈妈说了 说只要她调整一下 我就可以 然后这媳妇也觉得说 如果婆婆调整一下 她也可以 但问题是到了目前这个状态 这两个人都不可能主动的去调整 如果咱们实在控制不住情绪的话 那就暂时先把这个战火给转移开来 因为你们家庭现在这个矛盾啊 就是你们跟儿媳妇的这个矛盾非常重要 相反如果说这小两口的感情来看的话 我认为还存在 所以不妨就说给他们一个独立的空间 去发展他们的感情 然后把这个矛盾给避开 没准这个婚姻还能够继续下去 这个小伙子你回答我的问题 迅速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让你去离了婚 再去找一个妻子去过日子 前提是你有一个孩子 另外就是不离婚和这个太太恢复感情 你认为这两件事情哪一个难度更大一点 现在恢复起来比较难 现在恢复起来比较难 小刘轻描淡喜的答案 让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专家之前做出的努力都白费了吗 难道他真的决定选择放弃这段婚姻了吗 那么小刘的父母又是怎么想的呢 还是想让他们和好吧 我们家庭一家庭还是和好吧 希望他们和好是吧 那和好的话可能您就要对这个儿媳妇 曾经那些事情得宽容 或者说 行行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能做到 能做到是吧 好这位公公 你觉得你希望这事怎么办 首先是祝愿他们的和好 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 公公婆婆的态度很明确 他们都希望小夫妻俩能够和好如初 可小刘的想法却并非如此 面对这一情况 专家决定现场让小夫妻俩做一次抉择 我们今天因为你们的感情很复杂 或者说听上去不像我们平时那样 有很多情感 我们会觉得感情的因素很重 所以我们会特别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 今天听下来呢 就觉得你们俩心里边都有很多东西 但这些东西我是觉得原因在于 你们都没有好好谈过恋爱 都就是根本就没有好好享受过二人世界 对吗 好你们俩都想后转 我第一次这样做选择 好好想一下 然后在歌曲结束之后 我会问你们一句话 还要不要这段婚姻 如果要每人往后退一步 退到这格子里 不要原地不动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你们俩认真地思考一下 我们要不要为了这个孩子 为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 再试一次 我们把时间规定为半年 如果你们愿意 请退一步 如果不愿意 请原地不动 想清楚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愿意 那我们再来谈 接下来怎么办 你们身后都有一个方格 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先生选择完毕了吗 女士选择完毕了吗 选择完毕了吗 完毕了 你是因为感觉他没动 所以你不动对吗 不是 也就是说 你是真觉得过不下去了 对吗 对 先生 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你的表情 非常的凝壮 我特别希望 我们俩面对面的时候 你能跟我说句实话 嗯 其实你 很早就不看好这段婚姻了 对吗 对 但是爸爸妈妈 还是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对吗 对 这一刻 夫妻俩都没有向后退一步 他们没有给对方机会 也没有给自己机会 也许生活中的摩擦 已经磨灭掉了幸福的记忆 他们的婚姻 真的早已伤痕累累 疲惫不堪了 面对如今的局面 他们二人将如何走下去呢 我实际很希望 咱俩还能过下去 因为确实是 她的脾气性格 以及不孝顺这一点 让我产生了疑虑 我怎么改都可以 就怕将来的还是这样 我不强迫你啊 因为我觉得 这是你婚姻自由 你的父母都强迫不了你 我们更强迫不了 我只是想 你想清楚了没有 背对着背吧 人有的时候容易往前行 因为看不到后边 我倒建议你转过身去 让他们再一次地面对 看看是不是真的就 她心目中的那个女人 就一点都不可能调整 你想想 今天这么多的话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给这个挺委屈的女人 提了很多调整自己的建议 告诉她 失去这个男人 将意味着什么 因为她是孩子的妈妈 她一定心里头 重重地记录下了这些语言 但是在我看来 你的这种担心 其实更加可能影响 刚才我们对她所说的一切 来 所以我建议你们 脸对着脸 再看着对方 转过身去 向后转 姑娘 向后转 本来呢 节目到这里可以结束了 你们已经做了一次选择 都是成年人 我不希望你们是赌气 但是在这里呢 我想多问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再做一次选择 接受王岛的建议 你会不会觉得今天有些话 是有些重了 自己 没觉得 我就觉得她是 好多事情 我都 因为以前的时候 我说什么某问题 给她父母听 她父母都不解决 然后就是 屡次这样子说了 反正我就说了 但没说 干脆后来我就不说 给她父母面前 最近又发生这么多事 也是因为她 所以这位男孩的担心 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这位男孩 听我说 这位女士 这个男孩之所以 明明地想跟你继续过 却没有退那一步 就是她比我们 判断的更准确 我们以为你会 转过身来之后 告诉大家 如果我哪做的不好 我可以做调整 如果我让家长 大人操心了 我可以给他们道歉 你确实在我们 几个小时之后 又拿出了 刚才说过一万遍的话 根本就没有道理的话 你觉得这个男人 想离开你 难道没有道理吗 我刚才根本就没说 小时强硬的话语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担心起来 来之不易的第二次选择机会 会不会因为 她的这种倔强 和不肯服输的态度 而变得没有意义呢 我问你的原话是 你有没有觉得 今天在场上 你有些话有点过分 你说的是没有 那我现在帮你问一下 观众 有没有人觉得 他今天说话有些过分 同意 觉得他说了过分的话 请举手 不是 我是以为是 我是听错了 你不用回头 所有的人都举手了 好 谢谢大家 就说 什么样的人容易沟通 要倾听别人 我问你的话 你跟你妈妈和你婆婆 你们三个人 有一共同特点 基本不听别人说什么 我只回答我的问题 这多痛苦啊 我再问你一遍 你有没有觉得 今天在场上 有些态度 有些过分 有 有 对 你有没有想清楚 这段婚姻该怎么办 不知道 很茫然 很茫然 我们说了这么多之后 你觉得 你是不是要做一点调整 看 看我先生的吧 不要看别人 我跟你说 没有前准 他刚才已经说了 他说我有问题 我自己会调整 因为他老是欺骗我 每次 从来他工资的钱 我从来都不管他 每次购物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小片 打折的时候 是200多块钱 每次都说400多块钱 来 这位女士是这个先生的朋友 是吗 我跟刘小军是同事 离婚是把双刃见 你知道吗 伤你也伤己 伤别人也同时 也在伤自己 你老是干这个 杀敌1000 自损800的事 一点都不好过 一点都不好玩 如果我敢上 我要是你 敢上刘小军这种丈夫 还有这种公共婆婆 我会非常非常高兴的 我很了解刘小军 刘小军是一个 非常正直 有责任感的男人 只是你没把他调教好而已 八年了 让你亲手带个儿子 你知道你得给他 带成什么样子 我并没有说你 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说 我是希望你能跟廖小军 好好地走下去 还能再恢复这段婚姻 你知道吗 如果一旦分手了 你们哥子 最最痛苦的是你那个孩子 你理解吗 就这种错误 我已经犯过一次了 没有那么好的机会 让我重新来过 如果我重新选择 我一定不会选择离婚 你离婚了是吗 对 就是我希望你们再慎重考虑 你的公共婆婆都能原谅你 就是说了那么多过激的话 她都能原谅你 你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你自己 在记忆中像这位男孩的朋友 他这么真诚地把他自己的情况 告诉了大家 实际上 我没有办法一时拿出来一百个例子给你讲 但是我见过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例子 是你们不要以为离了婚 再去选择一份情感就那么容易 这位女士说得非常好 其实你摊上了一个这样的婆婆 她能够给你承担 带孩子花钱 你以为全天下的婆婆都会这样做 就是刚才这个过程中 你真的表现太过激了 然后我特别为你着急 我就觉得那些话那种语气 不应该是一个儿媳妇说出来的 咱们中国人咱是礼仪之邦 我们这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媒体平台 我经常会说 每期录制节目之前 我自己根本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你们都是成年人 一个29岁一个30岁 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的生活做选择 我来问你一句 假如她选择前进一步 你会选择前进一步吗 会 会 好 那也就是刚才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她觉得她没动 所以她不动 如果她选择前进一步 她说她刚才表态了 她说我怎么调整都可以 你愿意调整一下自己吗 试着 试着 对 就起码刚才的那种语言 是肯定不能有了 你觉得可以吗 如果妈妈和爸爸都能够将来好好的 我说的是你婆婆和公共 都能够做很认真的调整的情况之下 你能说一声 我首先以小辈的名义 如果说以前的我哪做的不好 我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你能做 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吗 对你来讲是个特别难的事吗 你总不至于让我去动员他们先跟你说对不起吧 因为他们肯定能说得出来 不相信你 试试 来爸爸你帮我一个忙 站起来一下 委屈你了 按理来说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 做法 往这里站一下 因为儿媳妇呢 在和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她确实没有得到了太多这种正能量 也没有更多的人辅导她的这种人生走向 所以说她性格中有一些极端 你能委屈求全 先说一声 孩子如果爸爸以前哪做的不到位 我说一声对不起 你能先说一句吗 给这个孩子 公共的一句话 请你原谅 让人揪心 作为长辈为了孩子们的幸福 她可以放下一切 向儿媳妇道歉 这样的举动 虽然温暖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但是否一样可以温暖儿媳 那块冰封已久的心呢 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很不忍心这样做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告诉这位女士 你到现在为止 其实你还是选择了 让自己输掉这一局 专家犀利的言语和公共红整的眼睛 都让小时难以忽略 就在大家以为一切就此而止的时候 小时突然朝公婆的方向走去 爸妈 以前做的有什么不好的方面 请你们原谅 儿媳的一句抱歉 让公婆潸然了一下 曾经的种种矛盾 似乎在这一瞬间 变得烟消云散 只要你跟小朋友们 能够活好的话 我都什么都不敢 此时 一直站在一旁的小刘 感动于父母和妻子 所做出的努力 她也坚定地走向了家人 我肯定会为咱们的孩子考虑的 撑起这片家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 我也知道回家 从今以后 我那一点保证 如果我再动手 打理一下 我就不是难受 丈夫诚恳地表态 让妻子感受到了温暖 曾经互不相让的一家人 开始学会退让 学会包容 这一刻 他们紧紧相拥 拥抱着那些属于 他们的幸福点滴 这一刻 一家人心手相连 回忆那些相亲相爱的 美好时光 有的时候 我们的这种不懈的努力呢 仅仅是死马当活马医 可是当我看到这个男孩 用一只手去抚摸 这个女孩的头的时候 我们能想象得出来 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流失 其实他挺知道 这个女孩跟他曾经的那份感情 是挺深的 所以说姑娘 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只要勇敢地放下过去的 很多无所谓的记录 你只要学会 让这个男人去 勇敢地做一个男人 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少说点极端的话 你真的可以把日子过起来 因为真的三十多岁了 姑娘 你毕竟比他大一点 你真离了婚 再早 实际上对你来讲 是一件吃亏的事 更何况 他们这两老俩 还在这赚着 做着生意赚着钱 你们就是分开过 你放心 再是分开过 这两个人也难免偷偷地去 给他儿子送点钱 说孙子吃好了没有 喝好了没有 摊上这么一对 老人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们珍惜 珍惜这样一个 已有的这样一个 有一点能力的家庭 其实挺好的日子 干嘛要把它过成这个样子呢 我特别希望这个女孩子 你能够珍惜今天 这些得来不易的东西 你能够知道 这对父母已经很委屈求全了 他们已经很委屈了 按说这样的欠 真的不应该让父亲先来到 他没欠你什么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 相信这六个小时的录制 会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时常回想 刚刚在观察室里 目睹了一切的岳父岳母 十分的感动 见到亲家后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从这次过后 我教育我的女人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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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干 对你们父母 一定要珍重 孝道 我也希望他们年轻人 两个要活步一点 要对老年人孝敬 不要像老师这样子 我就是想他两个独立起来 他自己有一个本事 称家为人 我就说这次来 我的目的就是 主要是调好我们家庭的活母 我主要是能目的 触发一点目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磕磕绊绊过后 两家人的手终于搭在了一起 他们的心也终于连在了一起 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们 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